说出来标题 今天热门排行榜上的 排行榜加热门 现在能看过 不能 然后第二题 第二part是选择题 这个选择题就ABCD 反正你们自己选 这个就是抢答 然后第三部分呢 是图形题 就是给你们看封面 是那种非常非常经典的视频的封面 你们要完整的说出来标题 主跟分区 但是是那种你们一定看过的视频 确定啊 确定是那种入战必看的 ok ok 我开了这个钥匙 拿出来 有错是大了 基本上我们的视频都是一遍过来的 所以拍摄的时间非常快 这期视频拍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们下边可以吧 没有 他倒了 别走啊他倒 回来了 我每个人坐在这个意思都要记得 那是个不好记 这个就是拉了我们是完成的 对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拍一个同学图吧 还真啥 一展的自我呢 两个都废人你怕了 哎呀 哎呀 我们这一期总拍的 我们这个把子要用上吧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看你要不要用 拍完了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后期环节 那我们后期使用的软件呢 是premiere跟剪映 那在剪辑的时候呢 我们剪辑的分辨率呢 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分辨率 是这个 用这个分辨率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的观众 其实大部分人都在拿手机看视频 然后这个分辨率呢 刚好是手机的全屏 各位在剪辑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带导演的思维去剪这个视频 你一定要在剪的时候去想这一段内容 观众看了喜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可以删掉 其实我在这期视频里面呢 剪了非常多的内容 我准备了很多的题 但其实正片只播出了一小部分 我删掉那些题呢 就是因为他们答的不够有趣 或者说他们的回答没有 不是我想要的 我就把他们都删了 甚至他们答题的顺序 我都做了一个颠倒 就是为了能够让那个效果更好一点 各位在剪的时候 一定要多想想这些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成片 其实我们在拍照的那一天呢 就已经想好了 我们的封面图怎么设计 好准备 好 开拍 OK 波尔在看哪里呢 看你啊 你在看哪儿啊 你得看镜头 你没看镜头啊 我没看镜头 OK OK我觉得还可以 第一张就可以 可以 可以的可以 结束 收 收 然后呢就是标题 其实我是个起名费 标题都是大家几品想出来的 然后就是成片的一些修改 因为这个视频做完了 不可能一变成了对吧 这个视频其实要发给两个出镜的人看一看 然后我们团队内部的人也看一看 我综合了一下大家的意见 对这个视频进行最后的几个修改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视频传到月流上面 去给大家做这个审阅 不是广告啊 朋友们月流这个平台是一个审阅的平台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视频传上去 然后可以分享一个连接给所有需要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然后他们可以根据时间戳去留 哎 几分几秒 他就在旁边像弹幕一样告诉你 这个东西要改 那个东西要改 还是一句话 不是广告 但是听说我们是白嫖了人家的服务 所以 给大家推荐一下也蛮好用的 好吧 视频改好了 标题洗好了 后面团也做完了 一期视频就传上去了 一个视频的制作的流程到这就 结束了 朋友们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一键的 大理一键三连 或者点个关注 这些都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 我来当一次沈刘霞 看了本期视频你就会当白大 开玩笑的 不过确实有很多朋友在那个私信和评论里问我 公商我想当一个UP主 怎么做 所以这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聊聊 如何从零开始当一位B站UP主 这期视频呢 将会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当B站UP主的心路历程 如果各位想要看如何拍视频 如何剪视频的话呢 欢迎 爱大力的一键三连 后面我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的 而且本期视频分享的其实都是我的个人经验 我说的就不一定是对的 各位不要把我的话当成了 至里名言去对待啊 都是我的一些工作经验 就是保命声明一下 哈哈哈 好了不啰嗦了 开始聊本期视频的主题 我总结出来的第一点呢 就是别想太多 其实这个问题呢 不只是针对新手的 这个问题也会发生在我 以及我周围认识那么多的UP主身上 就是大家在做视频之前 会想非常多有的没的的东西 因为你想太多的结果 就是你这个视频这辈子都做不完了 哈哈哈哈 尤其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就别想了 你做了视频就传吧 大概率这个视频没什么人看 大概率你这个视频可能质量也不够好 但是我说句实话 朋友们你迈出第一步 哪怕这一步非常非常的渺小 总比你原地塌不强 所以呢朋友们 我建议你别想太多 把你想做的视频就做了 而且我建议你别只做一个就结束了 你多做几个 你这个视频主题题材什么的都不限 你比如说今天哎 我我买到了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口罩 给大家看看 这是happy王牌子的口罩 特别好 它哪好呢 它 哪好 口罩有什么区别吗 对吧朋友们 假如说你是一个对口罩特别有研究的人 你就可以给大家做个横向评测 哪个口罩好哪个口罩最不好 这不就一个视频出来了吗 朋友们 此时此刻你的目标 不应该是你要在网上做一个爆款 而是你要把一个个视频做完 然后你在这个视频做完的过程中 你体验到了做视频所需要的全部步骤 不要小看过程的力量 朋友们 我所学会的一切技能 都是在这一次次的循环中逼自己硬学会的 所以有想法的朋友们 你就做就完事了 等你开始做视频了之后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到第二点了 那就是如何寻找你的特色 那什么叫做特色呢朋友们 我们可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我提个UP主的名字 各位可以把对这个UP主的印象打到弹幕里面去 好吧 第一位UP主 拉克斯 肯定弹幕有很多人说 墨镜男孩 施景区UP主 鹅鸭沙喜欢第一轮裸点三郎 再例如 红尘滚滚 但此时此刻就飘过去了 谁也不认识 差无此人 你叫谁啊 朋友们 这些就是特色 那所有你喜欢的UP主 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的特色 那如何寻找这个点呢 其实也不难 对吧 我们就举三个圈 第一个圈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第二个圈是你会的东西 第三个圈是观众想看的东西 然后在那三个圈交接的那个点 这个点就是你的特色 此时此刻大幕估计肯定会有人说 我其实什么也不会 我能不能做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趣且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你缺的只是一个擅长去发现那个点的眼睛 话说回来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需要你去碰的 各位可以多尝试几个不同你感兴趣的领域以及题材 看看哪个方向在数据上面表现更好 各位就可以根据数据好的那个方向再继续深更更多的内容 这个过程有的人试一次就成了 有的人试了很多次都不成 这个东西呢各位只能慢慢的尝试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想 就是首先你是做什么的 比如说你可能是学生 你有可能是老师 医生 律师 出租车司机 其实你在B站上 你会发现大家的身份都是很多元化的 不代表你的这个东西小众就没人看 我觉得你的身份大概率就决定了你做内容的方向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看你正在做的这个领域里面 有没有什么空白的地方 对吧 你去看看大家都在聊什么 然后你去看看哪些东西大家说的少 或者说的不够 哎 这个就是你可以切入的一个点 不要觉得在你的视角里面稀疏平常的东西 在别人的生活里面也是那么常见的 那聊完这一点呢 接下来是第三点 就是如何制作一个好的视频 那我觉得一个好的视频呢 一定要包含最基础的四要素 分别是故事的开始 故事的发展 故事的高潮和故事的结局 说人话就是你这个视频点有头有尾的哈 不能就是大家看了一半 呃没了 那这个视频拥有了这四要素之后呢 我觉得它也不能算是一个好的视频 我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视频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的基础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觉得你这个视频的观看体验将会非常的差 所以如何把你的视频从合格变成好呢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几个点了 各位在做视频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那就是你要明白你的观众想要看什么 例如说你点开了一个游戏实况的视频 那你点开之前你肯定期待这个视频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游玩的视频 对吧 假如说你点开了之后发现它变成了一个手机的评测 你肯定会觉得这个up主是不是脑的有点病 对吧 所以你要明白点进这个视频的观众想要看什么 然后并且把这个东西给它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不然的话你大概率就是标题党了 在你满足了观众对你的需求之后呢 我觉得你的内容可以再延展一下 那这个内容上的延展呢 最后无外乎会落到两种不同的类型上 一种是新鲜感 一种是共鸣 所以你会在b站看到很多那种炫富的视频 开几千万的跑车买几百万的表的视频 点击率非常的高 或者是那些吃播的视频点击率也非常高 就是因为这种类型的视频呢 就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很新鲜 那共鸣呢一般都是情感上的共鸣 例如说去年最火的视频二舅 例如说那些生活中美好小瞬间的魂简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嘛 其实我个人一直认为影视飓风是 所有up主都值得学习的标杆 他们的视频非常的工整 例如说他们给观众提供新鲜感的视频是什么呢 用超高速摄影机拍摄魔术师的表演 这些都是给观众提供新鲜感的内容 而且他们这种视频呢 他们非常的明白 他们要给观众惊喜的感觉 所以他们在剪辑以及整个内容的策划上面呢 每一分钟都在想如何的去刺激观众的感官 让观众继续看下去 而影视飓风做的那些给观众提供共鸣和情绪价值的视频呢 其实他们做的非常的有章法 例如说他们之前收集粉丝的话 然后送到天上的那个视频 其实就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内容安排 最开始他花了一小段篇幅去跟大家讲 把这个东西送到天上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然后接下来进入这个故事的发展 就是他找了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们在找他们的朋友们 然后最后惊动了很多人去完成这个项目制作这个设备 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呢就是他们去发射这个设备 然后他们在高潮这个部分呢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技巧 就是他们最开始先用一定的篇幅去描绘了 他们这个东西飞到天上掉下来了 然后之后再也找不到在哪了 而且一直跟观众突出他们的时间所剩不多 而且他们只剩下一台机器可以往天上飞了 让观众一直有一个低起来这个心的感觉 对吧 最后发现哇成功了太牛了 他有一个情感上面的宣泄 然后最后进入这个视频的结尾 其实这个视频是一个非常非常教科书级别的好的视频 各位如果真的想做这种类型视频 可以多看那个视频 看看他们在每一个阶段用了什么样的技巧 让观众继续看下去 当然了哈这些技巧好用归好用 各位不要什么视频都用 我以前看到很多视频就是什么去什么私人公馆吃个饭 哎前半段是吃播 然后后面突然的升华到了 哎呦那个跟他一起吃的那个 他的爸爸怎么怎么样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最后突然升华了一个小作文 突然莫名其妙产生了一个情绪共鸣的点 然后我就啊 人和人的情感是没那么容易相通的 如果就是没有的话就别硬夹了吧 哈哈哈如果你的视频这些点都能满足的话 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阿部主了 接下来你要考虑的是如何无限进步了 哈哈哈就例如说周庚嘛 对吧朋友们 其实周庚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 就例如说我每个礼拜都要想办法拿出一个视频 让你们觉得有意思 我这脑海里面有这个想法 我就觉得压力山大 头发狂突 你知道吗 除了周庚以外呢 你还要想办法的去提升你的拍摄 你的剪辑水准 你要学会如何的去营销你自己 你要天天去研究 例如说B站这个平台现在的算法往哪走 例如说B站接下来大的变动 B站接下来我听说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各位就是我反正听到的版本让我觉得 不好说朋友们很难评价 要学会不断的进化自己 而且当UP主只是一个职业选项吧 对吧 例如说我一直以来都有在考虑要不要去加州去学如何拍电影 我一直在想这些都是人生嘛 很广很大 大家不要把当B站UP主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我跟人家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要学会持之以恒 其实我几乎没有碰见过那种上传了第一个视频就在网络上面爆红 然后在接下来发的每个视频大家都贼爱看的人 我真的生活中是从来没见到过的 相反的其实我认识的UP主都是做了非常多年的视频 默默无闻 然后直到碰到了一个机遇 哎他就火了 所以各位其实要这么想就是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不是为了你现在怎么怎么样而做的 你要想的是将来那个机会降落到你的身上 你有没有办法把握住 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各位想要做视频的话呢 就坚持下去 笑的最响的那个人不一定会赢到最后 但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一定赢麻了 哈哈哈哈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 我真的很害怕就是你跟姑娘找不到话题聊了就是跟你聊你的室友 然后就是我 然后就跟着我的隐私就全部都被暴露了 anyway就是 他那天把我的手机之下拿进了他的卫生间 朋友们 他把我的手机之下拿进了他的卫生间 他拿我的手机身下拍东西了 嗯哼 我之前我之前不是在想记录一下自己就是做一百个活动 你去厕所里面记录什么了 你一定要知道吗 周先生我擦 一定要知道吗 周先生 就锻炼完了之后对不对 就是一百个佛生一百个卷父 我就感觉这个肌肉有点充血了 想看看看看这个 只有肌肉充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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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肌肉充血 太gay了你这个 不要漏我爆发了 救你 他才说了一次 我已经说了二十多年了 我发现最近我周围的朋友都在跟我当我的情感导师 你跟答案打游戏的时候答案也是 跟吃饭的时候你也是 然后跟别的朋友吃饭的时候也是 当你说出我二十多年不需要女人 我不忘初心这句话之后 你周围的人都会变成感情导师 知道吗 就是如果能 是不是拉你去街上搬了卡 然后还拉你家多段链 然后办了办了没两天街上方都疯了呀 是不是在家里面我拉着你锻炼里面来 我锻炼过呀 就他妈的一回 然后后面我在心里想着锻炼 你还好意思说 但我的躯体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 后来你跟我说把街上方装上 来玩街上大冒险 我给你装上了有没有 你我叫你出来玩有没有 突然有人叫我玩游戏的那不 就非常的突然 这不能怪我 是最好是不能怪你了 现在哎 我们给大家讲讲 现在就买菜什么情况啊 有怎么有这么几个途径 什么叮咚买菜和河马这种就是按时去抢菜 但是呢那些菜你打开那个APP 你会发现那个菜根本就不全 你们东西什么都没有 然后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还抢不到 然后另外一种呢 社区给你上面送菜 除非你住在上海最贵的几个小区以外 我就没看到过几个送的好的 送的送的好的 我们前两天送了4个苹果3个 3个牛奶 还是在清明节假期给我们的 对在在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给我们的贡品 还是给我们的贡品 然后还有一种盒门 就来自各自的那种公司的空头 我最近现在的朋友总能看见 怎么怪自己都没菜 我已经不指望他了 但是有强大的全公司 对我去问了呃 师大腿小点就是往我们那个名字 把我们的名字夹上去了 但是呢 200块200块的蔬菜100块钱运费 真的真的100块钱运费 而且而且这还是赞定赞估计价格 估计还在找牛奶 啊 特别快的 然后最后一种就是小区里面那个群里面是团购买的 然后呢他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买 他是有最低标准的 就是你要凑够单才能送 而且他这个送呢 不能确保就是说你今天买第二天送到 他又可能等一个礼拜再送到 就是总体情况下来讲呢 能不能买到 有是有办法的 就是买不到自己想要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对吧 现在是困难比办法多 现在 总体来讲呢 就是被关在家 其实跟我平常生活没什么区别 反正我也不出门 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点灯到麦当劳 啊对于他影响呢 就是泡不到妞 就是以上就是 你不要说的这么没有没有的事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上海生存汇报 我是肥胖男 他是 我是网恋男 我是网聊男 他是裸聊男 网聊不是网聊啊 裸聊男 大家不要裸聊 就要上海国家反战APP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的朋友们 我们下次夜宵 上赛见 裸聊男 跟大家脱个衣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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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没什么可看的 家人们你们好 现在是凌晨的 呃两点钟 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是什么日子呢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 今天是新iphone发售的日子 然后我要去买个新手机 那有两个典故事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是 为什么我要换新手机呢 原因很简单 朋友们给你看一下 这是我现在的手机 它屏幕碎了 朋友们就在发布会开始的前一两个礼拜 你们多巧啊 苹果刚发新手机 我的旧华为 它屏幕就不小心被我摔碎了 真的是太巧合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摔掉 朋友们 它就是有一次拿东西的时候 没注意放在最上面 然后它就从很高的地方摔到了地上 脸着地了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还有个点 就是它年纪也大了 空间也满了 反应也慢了 我现在开个软件 都要等它好久才能反应过来 所以我决定换新手机 然后第二个点呢 就是我这个视频 其实是有点突发奇想的 就是刚才我洗手的时候 这个屏幕的那个水顺着进去了 它现在整个屏幕是不好使的 朋友们 就是我这些边缘 它都已经触控不了了 我不能再接受了 所以刚好赶上今天iPhone新手机的发售 我准备去现场买 我年纪比较大 给年纪比较小的观众们解释一下 那就是在十年前 iPhone发布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 每次发售前的一天晚上 就会有人带着帐篷去那熬夜排队 就为了当天能够买到手机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经常看到有人大半夜就去排队 买新发售的iPhone 我当时觉得哇塞太酷了 我也希望能变得像他们那么酷 那当然十年后的今天 我真的不知道门口会不会 说句实在话 我从来没有当过一个时尚的弄潮儿 今天我就想当一次 我就想体验一下 站在冲浪的最前端 体验最新的科技是什么感觉 所以刚好我朋友提醒我 今天新的iPhone正式发售 我想着 那我要不就直接打车去苹果店的门口 就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病一样的在熬夜排队 另外一点就是 我现在也特别想知道 那个iPhone的首发日 到底还能不能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 买到新的iPhone 然后呢 现在苹果不是搞那种就是预约制吗 然后刚刚在那个官网上面看了半天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 你没有预约到 不能去现场买的这样的字样 所以我觉得我去现场买 应该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次熬夜排队的一些 提前准备好的一些小工具 我今天其实在家里翻了半天 翻到了之前 其实拍视频里面没有用到的道具 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为了保证我在那不是傻站的 一个小折叠椅 这个明显是不是给我这个size的人买的 但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大屁股到底能不能塞进去了 and这个东西 是一个折叠的小桌子 也是之前为了拍别的视频 但是没有用到的道具 除此之外还要带些什么呢 朋友们first of all水 听说人的一天要喝几千升水 所以我准备在那不能把自己渴着 我另一大桶过去 然后呢朋友们还有很多吃的 肯定我是不可能把我自己饿着 然后朋友们 我其实拿了很多吃 这些只是一点点 到时候我已经想好了 在苹果店门口给你们做吃播 朋友们 这个视频真的绝了 然后呢朋友们 接下来我要带的东西呢 就是书 这本是我之前买的杂志 2020年11月份发的杂志 我买回来一个字都没看过 就那个字幕总打错别字 我决定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化素养 啊朋友们看会儿书 然后 哈 朋友们 我还要再带一个笔记本过去 因为我想在那儿 真的就没事干的时候 还要把工作做一做 对吧 我还有一些视频什么的 没有剪 我决定在那儿剪完 朋友们 我刚刚在收拾东西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 我希望 跟大家说清楚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建立正确的消费观 虽然这期视频 关于我去买一个非常昂贵的科技产品 但是 我能买它的前提是因为 我有工作好吧 我有正常的收入 能不能第一时间买到昂贵的电子产品 并不能证明你这个人是否真的酷 好吧 酷是由内向外发散的一种 立场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长什么样 反正我没有 但是 能买的东西不代表酷 只能证明你这个人有点 人傻钱多素来 好吧 我应该就带这么多了 好了朋友们 我现在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 然后打车 去苹果店 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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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 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朋友们 我很兴奋 朋友们 现在是两点半 我上车了 现在在去往苹果店的路上 完了相机不对焦了 对焦对焦 我不相信2021年了 还有人像我一样无聊 在苹果店门口排队买手机 所以朋友们 如果现在到了店门口 发现门口一大堆人 我真的朋友们 刚长自闭 司机还开错路了 问题不大 朋友们 问题不大 我来看看 我们还有多久到 我们还有半个小时 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朋友们 到了 门口一个人没有 但是里面已经开业了 你看里面连排队的位置都有 太离谱了 我把东西已经架好了 那边有保安在看我 有点小尬 吃点东西缓解一下 我知道我说如果门口有很多人在排队 我会很自闭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更自闭的情况就是 门口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你一个人在这 我的右边是装修的工人 左边是保安 然后里面还有苹果店店员 没看到我坐的这个位置 刚好在店员的视野盲区里面 因为实在是太羞耻了 怪奇怪的 我现在贼怕他们把我轰走 所以朋友们 接下来是苹果店门口的吃播 第一个单品 酸杂肉 完了朋友们 我这个计划 第一个漏洞就出来了 我 没有带垃圾袋 朋友们 我吃完东西的垃圾放哪 我刚刚查了一下 他们这个地方早上10点开门 现在是3点 我要在这再待7个小时 然后我今天下午还有工作 我今天这包熬夜 绝对会把自己熬崩 对我明天早上 还有很重要的考试要去考 所以说今天其实 突然选择心血大潮出来 买手机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一直在想这件事 但是没办法 人都坐在这只能冲了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觉得我要失败 我真的心态崩到明年国庆 我除了水 我还带了奶 朋友们 我真的 我还带了咖啡粉 朋友们 警方我困了 我真的是准备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充分的 没约好能买吗 但没约好 今天可能是能买的 朋友们 凌晨三点半 我的苹果手机购买之旅在开拍了一个半小时之后结束了 因为他们现场不卖 但是我人已经坐在这了 连已经丢了 所以我写定在这给你们简单讲讲 我刚才跟这位苹果的店员小哥沟通了一下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苹果的零售店 在首发的这几天 可能是一个礼拜之内呢 只接受预约好的顾客 像我这种决定临时过来排队买的人呢 可以去吃屎了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当然人家说的很客气啊 但是我感觉就是我在吃屎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很快的就结束了 当然我用我的血汗经验跟大家说了 不要在首发日排队来买 你买不到的 怪丢脸的 我现在只剩下丢脸了 好不容易想当一次时尚的弄潮尔 然后被无情的事实甩在了脸上 我的血汗教训 希望大家能够记一下 反正这是一个很老的视频 我都不知道我最后能不能发 如果你觉得我的遭遇很惨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 或者搞个一键三连 或者点个关注 都是可以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我在这做了 没有 没超过20分钟 朋友们 就被人通知了这件事情 再见 All right 好嘞 家人们 是这样的 我想开一个新的主题 就叫做网上冲浪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非常重的人 就是在网上天天 这儿看一看 那儿看一看 然后经常看到一些 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着 独乐了不如众乐了 对吧 所以今天跟那家众乐了什么呢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 这么一个帖子 我们的脸到底怎么样 好吧 哇塞 他左边这个跟他合影的人是什么情况 哇塞 朋友们 你们看看这个 有点吓人 感觉跟他合影的这个人是个触手怪 来再看一下 哇塞 这张照片有点逼真 但是呢 朋友们 这是个小朋友 我不信几岁的小朋友就有黑眼圈 这黑眼圈太重了 哇 哇 我发现了 朋友们 这个照片的主体蛮逼真的 但是一旦就是假如说他是个合影 旁边那个人马上就鬼探头 这个也太吓人了兄弟 灵异照片 你们想想朋友们 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合成出来的脸 也就是说以后 假如说我们在网上跟别人聊天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真人还是假人了 他可以模仿你的语句 甚至可以模仿你的语音 甚至还可以自己造一张脸出来 Holy shit bro 然后还有一个Libery walks 反正是免费的电子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语言 首先肯定是有英语 法语 德语 什么这些大哥的 有没有 哇 还有广东话 我们来看看 Cantonese都有什么东西 牢山道士 哎呦 就可以直接下载了朋友们 哎 那这个其实很适合 就是说你晚上睡觉前 就拿手机拨它 应该很容易就睡着 尤其是假如说你要背这个东西 你在睡前一直听它 很容易 加其他生这个记忆的 好 云包下载好了 我们来听一下 永和九年 岁在鬼丑 牧春之初 会于跪姬山鹰之蓝亭 休息事也 群衔必至 少长贤疾 这个是人公合成的 还是真的有人在念的 这听起来没有任何的情感在里面 有点 有点吓人朋友们 我们再换一个 对不起我听不懂 我本来刚才还说 假如说你想背东西 你就睡之前一直播这个听 然后直到睡着你会强化记忆朋友们 播这个没有人会睡着的 但是无论如何 人家毕竟是免费的就是录的这个东西嘛 就是有需求的同学可以了解一下啊 哇图片背景消除 百分百全自动钱免费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随便上传一张照片 我们先来上传一张相对来讲比较好财的照片 例如这张 哦 哦 这个结果可以的朋友们 那我们接下来挑一张比较难的照片吧 哦 哦 诶 这可以啊 兄弟们 朋友们你看 就是例如说像板其喵的这个 这个头发 这是一般来讲抠图都比较难 你以为他头发比较乱 没有规则 他也识别的很好 唯一不好的就是他后面的这个 抱枕被流进去了 没抠出来 my noise.night 这是一个可以自定义声音的 生成器 所以这个网站给你制定了一些不同的噪音 让你能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例如说我想要在一个非常吵的环境里面 静下心来专注你要做的事 然后你要睡觉 你想要冷静下来 我想听一些比较放松的音乐 就是不同的情况 还有不同噪音提供给你 你来单独的去听 我想要体验一下brain hacking brain hacking是什么东西啊 brain hack is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iques 这个东西的作用是 能够在目标不知道的情况下 影响他的行为和想法 what the fuck 天呐朋友们 哇这个要试一下了 听一下 你们的大脑被黑了吗 我觉得我眼睛要黑了 这也太阴间了 什么东西啊 我们来试试没那么阴间的东西啊 例如说 诶我想要放松下来 他推荐的这个东西是 japanese garden 日本公园 我们来听听日本公园 能不能让我清静下来 它这上面有不同颜色的波纽 是干嘛的 哦 这是不同的声音 哦 我把水的声音拉大了 什么东西啊 哦 好了 我冷静下来了 下一个 旁边 my 90s tv is a great novelty 哦 90年代电视机 这个就是模拟 你以前90年代 看的电视机的 感觉 哦 要点开机 哦 我们来调整1995年吧 好吧 我出生的那一年我们看看都发生了什么 哇好嗨 哇 哇他们就在台上硬跳吗 哦 我没听过这首歌 但这首歌好嗨 我们再来看看喜剧台 我的 哇 这什么新鲜东西 操 操 啊 sleep time 这个网站可以帮你计算你应该如何 什么时候睡觉 哦 我需要在几点起床 例如说我需要早上9点起床 Calculate 12点尝试睡觉 1点半 3点 4点半 一正常人一般需要14分钟去入睡 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给了我4个时间 时间呢 它这个大概意思就是你睡觉是一个循环 cycle 对吧 你睡觉的时候它有不停的循环几个 几个几次 每一个循环就是你该睡觉的时间 假如说你在这个循环中间醒来了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累 如果你在两个循环中间 这个时间点醒了 你就会觉得没那么累 它大概就是告诉你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跟你说 你在这一下这几个时间点去入睡 你在9点醒就不会特别的累 大概就是这样 哦 这个网站有意思 朋友们 这个网站有意思 可以做一个体验视频 朋友们因为我不用上班嘛 我就属于那种 就是想睡到几点醒 就睡到几点醒的 但有的时候假如说 就是今天上午就有安排了 我每次起床都比较痛苦 所以说有了这个网站 我可以真的可以试一下 就是如何让自己不那么痛苦的起床 drive driven listen 哦 就是模拟你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开车的时候的一个模拟器 哦 来我们来试一下上海 哦它还有不同的可以骑车走路 哦 这是哪儿啊 这上海是哪儿啊 哦 有种沉浸式的体验 足不出户就可以体验开车的感觉 哦 不是 浦东 哦 这是浦东 没去过 朋友们 那我们来试一个地方 例如说 Tokyo 哦 可以 邦金 看一下 哦 这是哪儿啊 Ginza 这是银座 这是2019年 看到左边那个标没有 2019年录的录像 这好高雅啊 感觉 哦 这个帅的 朋友们 这个帅的 牛的 好了 朋友们 今天上网冲浪到这就结束了 今天不知道你们对哪个网站影响不较 很欢迎在弹幕和评论里面 跟我说好吧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提供的网站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然后点个关注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朋友们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虹诚 今天是七七节 不知道这两天从哪刮出来的怪风 我现在打开微博打开微信 全是这个烂梗 你好 我是你朋友为您预定的七夕蛤蟆 祝您七夕 咕呱咕呱 就是咕呱 除了咕呱 就是咕呱 咕呱咕呱咕呱 我咕你 此时此刻我相信弹幕上也一定有一堆人在那刷 咕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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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烦 back to the point 今天是七夕节 正在看视频的你 想想也不可能过这个节 过这个节的人不会这个点看视频的朋友 你相信我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倍率现场 但是在我们看车之前 我还有一些几句话想说 希望大家能明白 看这视频就突一乐 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你经历过 或者说你正在经历 或者说你朋友经历了 I'm sorry to hear that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单纯的想要搞笑一下 希望不要 各位不要往心里去 好不好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不是因为我是清场高手 而是因为我根本就拒绝谈恋爱 从根源阻断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是不是这个方法太棒了 我简直就是情感大师 让大家看视频哦 今天这期视频上来就整个猛的哦 你在你男朋友家的床上 还能想着给别人发这样的短信是 就是你的脑回路是怎么想 真的不怕被抓到吗 朋友 我怀疑这哥们应该是早就已经有所怀疑了 所以抓到正绩之后 直接说给爷爬 虽然说这种做法非常的直接就利落 但是我还是期待能不能有更多的 更多的花样出来 说话实说这个拿脚夹镜子这招高 实在是高 但这个男的演技真的是非常的自然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这个镜子的话 我可能直接被骗 打开这种视频 我就是期待能够看到这样的剧情 就非常直白 兄弟我不喜欢你了 我劈腿的那个男的长得就是比你帅 太顶了 这个视频我说句实在话最有意思的就是 他们是在那种汽车汽车餐厅的那个通道那吵起来的 旁边的收音员就在这儿围观了全程 我真的我要那个收音员 我脚趾能尴尬地抠出来一个迪士尼乐园 我说句实在话挺佩服这位大哥的反应的 我要换我我直接走了 我来不得看不得 我看不得这种剧情 太恐怖了 首先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 竟然已经出口到海外了 第二点就是 兄弟 你看看这个 你看你旁边这位妹子的表情 兄弟 我相信在这一刻 你不仅就是了你的现任女朋友 你旁边这位妹子估计也要跟你say goodbye了 反正你被拍到拍到了 你就不能当个男人从头摟到底吗 没有金刚钻 就不要懒那个骑士活 这点心理素质都没有 你还劈腿 劈个垂垂 Driver跟我交往了六年的男友 在我自己家里偷心 实话实说交往了六年还被劈腿 这个有点伤的 说句实在话 其实我不是很理解 就是劈腿的人心里的活动是怎么想的 就是我觉得你们既然交往了六年 合适不合适应该早就有所了解了 我觉得该提分手就提分手 你这种多那什么 多尴尬啊朋友们 我只是想要谢谢你们 来到这里 我真的不能求求更好的朋友 他不会在亲朋好友人面前 来一波大的吧 我真的想要谢谢你 我真的想要让我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因为每个人 在这里 知道你 你会说 跟着 有个女孩 叫 你 跟着 你 你导致她的照片你导致我今天导致的照片 我的天啊 所以你能不能解决一下 我们已经完蛋了 你能把这个包拎出来了 太牛啦 我的天哪 这是 哇哦 这种剧情我以为我只能在那种韩剧里面看到 没想到这种东西真的真实发生了 太屌了 给这位姐姐鼓掌好吗 给 你得罪了 你得罪了 好 走到回家 你们在玩《两个真诗》和《两个真诗》吗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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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kTok 第一个是我6'2' 好 第二个是我500lbs 哈哈哈 第三个是你导致我女儿 你导致我女儿 你导致我 你怎么说 你不是说你导致我女儿 你导致我眼睛吗 你真实在吗 你真实在吗 天哪 你太牛啦 我真的死不剧情 我真的死不剧情 你不是说我女儿 你不是说我女儿 你不是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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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你不是说我 你不是说我的妈呀 你不是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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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咋怨 我咋在咋怨 你不是说我 记得用笑眼示伤 说句实在话 这两个人只打了个嘴炮 让我觉得非常的缺少点什么 他们两个真的应该真人 PK一下的 而且开车之后 也跟刚才那个在快餐店一模一样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莫名其嘛被卷进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里 我而是当时开车的人 我就直接把这个车开进饭沟里面 这车发了都比现在这个情况 好 do you guys want to play two truths in a lie 哦 又来 朋友们又来 一模一样的剧情 yeah go first okay um I'm blonde okay um I used to play competitive basketball obviously not and um Victoria's been sleeping with my boyfriend oh 剧场旁边趴的呢 天呐 what you've been sleeping with my boyfriend I know can you turn the phone off no madison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no turn the phone off no this isn't funny madison turn the phone off stop 虽然说时间人物地点不一样 但是反应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就是 被公开处刑了之后 他们第一反应是 不要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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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来讲 就是如果有人往你身上泼脏水 你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否认门 不是 你别拍了 你别拍了 这也太作贼心虚了吧 这两视频真的不是演的 剧情也太像了 甚至有一个完全不知情 莫名其妙被拽进去的第三者的设定 感觉就是尴尬不能只留给两个人 一定要再分享给第三个人才行 是吗 要保持一下平衡 你不认证实在是否认证实在 你不认证实在 走啦,就是走啦 蛤? 他就是什么绿茶发言 你真是破坏了 她是绿色的 真的? 我认为Carson的男朋友喜欢我比她更好 她说她很浪费 这个人是认真的吗? 兄弟你绿了别人 然后你说你们不要这么对我 你们这么对我是错的 前面这几个视频都难以理解 就是你都已经做错事情了 为什么你还能理直气壮呢? 他指责别人做的事情不对 实话实说朋友们 刚才我不提到了心理素质这个啊的吗? 我觉得刚才这位的心理素质非常的好 他在第一时间把脏水外引 霍水东引 兄弟们把牛打到公平上好吧 我觉得这种选手也属于比较少见的 我爸出国的前面 和你民主和有关系 你不是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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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结婚了 你不是结婚了 我不是结婚了 因为你占了她的脏水 你看前面的都是 要么就是 试图霍水东引 要么就是试图否认 反正就是无论如何 就是他们对待别人指控他 劈腿这件事情 就是明显是非常看重的 但是这个当爹 我走了兄弟 我走了 拜拜 我会离开这个家的拜拜 这是该有的态度吗? 我朋友们 有的时候不得不说 真的当个人吧 今年真的 动物世界没有这个当爹的 我不看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全部内容了 请大家记住一个横骨不变的真理 就是出轨必死 死透透的 好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内容 很有意思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或者点个关注 这些都是可以的 谢谢各位老板 多头头皮多发发弹幕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 你觉得我们不知道吗 对 是 是 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事 所以什么事 你怎么说 你想玩两个人吗 来 对 对 真的 来吧 我们离开 他最后说这个宝贝 是对那个男的说的吗 家人们 你们好 现在是凌晨的 呃两点钟 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是什么日子呢 我给你们说一下啊 今天是新iphone发售的日子 然后我要去买个新手机 那有两个点故事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是 为什么我要换新手机呢 原因很简单 朋友们给你看一下 这是我现在的手机 他 屏幕碎了 朋友们 就在发布会开始的前 一个一两个礼拜 你说多巧啊 这是苹果刚发新手机 哎我的旧华为 他屏幕就不小心被我摔碎了 真的是太巧合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摔掉 朋友们 他就是有一次拿东西的时候 没注意放在最上面 然后他就从很高的地方摔到了地上 脸着地了 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呢还有个点 就是他年纪也大了 空间也满了 反应也慢了 我现在开个软件都要等他好久才能反应过来 所以我决定换新手机 然后第二个点呢 就是我这个视频其实是有点突发奇想的 就是刚才我洗手的时候 这个屏幕的那个水顺着进去了 他现在整个屏幕是不好使的 朋友们就是我这些边缘 他都已经触控不了了 我不能再接受了 所以刚好赶上今天iPhone新手机的发售 我准备去现场买 我年纪比较大 给年纪比较小的观众们解释一下 那就是在10年前 iPhone发布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 每次发售前的一天晚上 就会有人带着帐篷去那熬夜排队 所以就为了当天能够买到手机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大半夜 就去排队买新发售的iPhone 我当时就觉得哇塞太酷了 我也希望能变得像他们那么酷 那当然10年后的今天 我真的不知道门口会不会 我说句实在话 我从来没有当过一个时尚的弄潮儿 今天我就想当一次 我就想体验一下 站在冲浪的最前端 体验最新的科技是什么感觉 所以刚好我朋友提醒我今天 新的iPhone正式发售 我想着那我要不就直接打车去苹果店的门口 就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病一样的在熬夜排队 另外一点就是我现在也特别想知道 那个iPhone的首发日 到底还能不能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 买到新的iPhone 然后呢现在苹果不是搞那种就是预约制吗 然后刚刚在那个官网上面看了半天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 你没有预约到不能去现场买的这样的字样 所以我觉得我去现场买应该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次熬夜排队的一些提前准备好的一些小工具 我今天其实在家里翻了半天 翻到了之前拍视频里面没有用到的道具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为了保证我在那不是傻站的 一个小折叠椅 这个明显是不是给我这个size的人买的 但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看到我这个大屁股 到底能不能塞进去了 and这个东西是一个折叠的小桌子 也是之前为了拍别的视频但是没有用到的道具 除此之外还要带些什么呢 朋友们first of all水 听说人的一天要喝几千升水 所以我准备在那不能把自己渴着 我另一大桶过去 然后呢朋友们还有很多吃的啊 肯定我是不可能把我自己饿着 朋友们我其实拿了很多吃 这些只是一点点 到时候我已经想好了在苹果店门口给你们做吃播 朋友们这个视频真的绝了 然后呢朋友们接下来我要带的东西呢就是书 这本是我之前买的杂志 2020年11月份发的杂志 我买回来一个字都没看过 就那个字幕总打错别字 我决定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化素养啊 朋友们看会儿书 然后哈朋友们 我还要再带一个笔记本过去 因为我想在那儿真的就没事干的时候 还要把工作做一做对吧 我还有一些视频什么的没有剪 我已经在那儿剪完 朋友们我刚刚在收拾东西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我希望跟大家说清楚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建立正确的消费观 虽然这期视频关于我去买一个非常昂贵的科技产品 但是我能买它的前提是因为我 有工作好吧 我有正常的收入 能不能第一时间买到昂贵的电子产品 并不能证明你这个人是否真的酷好吧 酷是由内向外发散的一种立场 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长什么样 反正我没有 但是能买到东西不代表酷 只能证明你这个人有点人傻钱多素来好吧 我应该就带这么多了 好了朋友们 我现在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 然后打车去苹果店 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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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了朋友们 我很兴奋 朋友们现在是两点半 我上车了 现在在去往苹果店的路上完了相机不对焦了 对焦对焦 我不相信2021年了 还有人像我一样无聊在苹果店门口 排队买手机 所以朋友们如果现在到了店门口 发现门口一大堆人 我真的朋友们当场自闭 司机还开错路了 问题不大朋友们问题不大 我来看看我们还有多久到 我们还有半个小时 没有人朋友们 真的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咔哒朋友们 到了 门口一个人没有 但是里面已经开业了 你看里面连排队的位置都有 太离谱了 我把东西已经架好了 那边有宝安在看我 有点小嘎 吃点东西缓解一下 我知道我说如果门口有很多人在排队 我会很自闭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更自闭的情况就是 门口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你一个人在这 我的右边是装修的工人 左边是宝安 然后里面还有苹果店店员 没看到 我坐的这个位置 刚好在店员的 饰野盲区里面 因为实在是太羞耻了 怪奇怪的 我现在贼怕他们把我轰走 所以朋友们 接下来是苹果店门口的吃播 第一个单品 酸渣肉 完了朋友们 我这个计划第一个漏洞就出来了 我没有带垃圾袋朋友们 我吃完东西的垃圾放哪 我刚刚查了一下他们这个地方早上10点开门 现在是3点 我要在这再待7个小时 然后我今天下午还有工作 我今天这包熬夜绝对会把自己熬崩 哦对我明天早上 还有很重要的考试要去考 所以说今天其实突然选择心血来潮出来 买手机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件事 但是没办法人都坐在这只能冲了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觉得我要失败我真的心态崩 崩到明年国庆 我除了水我还带了奶朋友们 我真的 我还带了咖啡粉朋友们 警方我困了 我真的是准备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充分的 你刚刚买了一口吗 啊 没约好是吧 没约好能买吗 但没约好了今天可能去还不能买 好 好们凌晨三点半 我的苹果手机购买之旅在开拍了一个半小时之后结束了 因为他们现场不卖 但是我人已经坐在这了 连已经丢了 所以我写定在这给你们简单讲讲 我刚才跟这位苹果的店员小哥沟通了一下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苹果的零售店 在首发的这几天可能是一个礼拜之内呢 只接受预约好的顾客 像我这种决定临时过来排队买的人呢 可以去吃屎了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当然人家说的很很客气啊 但是我感觉就是我在吃屎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很快的就结束了 当然我用我的血汗经验跟大家说了 不要在首发日排队来买 你买不到的 怪丢脸的 我现在只剩下丢脸了 好不认想当一次时尚的弄潮儿 然后被无情的事实摔在了脸上 朋友们 把我的血汗教训 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记一下 反正这是一个很老的视频 我都不知道我最后能不能发 如果你觉得我的遭遇很惨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 或者搞个一键三连 或者点个关注都是可以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我在这做了没有没超过20分钟 朋友们就被人通知了这件事情 再见 好 大家好我是龙城 今天我们来搞点哲学 今天视频的主题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人格测试 没有错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个MBTI测试 给大家科普一下MBTI 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 它的全称叫做 Meyers Bridget Type Indicator 是两位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一起合作做出来的一个测试 它是基于瑞典心理学家卡尔荣格 在1912年发表的著作 《心理类型》为基础而得来的 看到这你们肯定会想 哇龙城你怎么知识涉猎的这么广泛 其实我刚刚刚查的那个百科我才知道 我都不知道在这之前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接下来开始测试 好吧 第一个问题 你发现在向别人做自我介绍时有困难 我觉得是有点困难 因为我这个人尤其是在向陌生人去讲我做什么的时候 我特别发现我开不了口 所以我决定点同意 你经常陷入沉思忽视或忘记了周围 给大家讲个真实事件 就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 躲在路上 不知道我的脑袋里面在想些什么 走着走着 撞到了路边的那个空调的外机 然后直接倒在了地上躺了半个小时 没有人管我 没有错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冷漠 下一题 你总想尽快回复电子邮件 无法忍受杂乱的收件箱 反对 我的微信现在有55条未读消息 这还在我昨天还特意清了一下的情况下 我平常都是两三百条的未读消息的 我的邮箱有2058封未读邮件 所以很明显我非常可以忍受杂乱的事情印象 因为我基本上不看 我发现即便有些压力 我也能轻易保持放松和专注 我发现我这个人其实对压力这件事情的灵敏度非常的低 我很难感受到我有巨大的压力 所以我既然感受不到压力 我就可以持续的保持放松和专注 是不是很有道理 朋友们 下一题你通常不会主动跟人交谈 分情况 如果是面对面那种就是真人见面的情况下 我的确很少会主动开口 但是如果是在网上就是聊天的话 我还是经常会主动找人聊天的 说白了我就是典型的 现实力我微微诺诺 网络上我重拳出击的代表型选手 所以这一题我决定点中立 因为是分很多不同条件的 下一题你很少出于纯粹的好奇心做什么事 这道题我决定点反对 认识我的人应该知道 其实我这个人做很多事情的初衷就是因为我乐意 你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 我决定点反对 就是我这个人有一个非常牛逼的特长 就是把别人的优点跟我的缺点做比较 你懂吗我特别喜欢干这件事情 然后越比较我这个人心情就越糟糕 对你来说有条理比能适应更重要 我这个我觉得我点稍微有点反对 其实对我来讲如果能让我适应一个东西更重要一点 它有没有条理不重要 因为我相信以我的自商 我肯定能理解 哪怕它非常没有条理 但如果我不能适应的话 它多有条理我都不太能够接受 好吧我这个人非常的有条理 你通常都很有动力和活力 反对你们看了我这么多视频 你们还不懂为什么吗我就是网络上面最大的懒狗 对你来说不让别人感到不愉快比赢得辩论更重要 分情况就是假如说我知道我说这句话可能会让别人感受到不愉快 那我可能会不说 但是呢我的问题是我无法感知到我说的这句话会不会让别人不愉快 这要提我天稍微反对 好吧因为我还不是特别希望别人感到不愉快 下一题你觉得必须向别人解释你行为的理由 一般反对 因为我的思想是这个事情这么明显 我为什么还要再跟你解释 这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吗 如果你跟我有同样的想法的话 我建议你改正一下 因为你在工作了或者说你在一些团队工作里之后 你会发现这样的想法是很危险的 因为别人真的不理解你脑子里的转什么 下一题你的家和工作环境都很整洁 我给你们看看我身后 我的背没有叠床上扔了本书 这个是笔记本电脑就在那放着 你的旅行计划通常经过深思熟虑 大大的反对 兄弟们给你们讲了事情 现在是早上九点半 下午两点我有趟飞机要飞 然后我现在没有收拾行李 这视频还没录完 然后我都没有买回上海的机票 你们自己去估摸估摸 我这个人旅行到底之前会想什么 你常常很难感受到别人的感受 同意 在与人讨论时你更看重事实 而不是人们的敏感情绪 对的 其实我在去思考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跟别人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更加重视的是这个事情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就是如果你跟我讲道理的话 我给你讲到天荒地老 但如果你非要跟我聊感情的话 那哥哥走了 你很少担心你的行为对别人有什么影响 以前是这样的 以前我其实属于那种不管不顾的人 但是现在其实我还是很看重的 因为我渐渐发现就是尤其是在微博上的一些地方 我发点什么会有很多人去过度的解读 尤其是很多情况下 它影响的不是我自己 它会影响到我周围认识的人 我就更加担心了 所以我这道题决定点同意 你的工作风格遵循不定期出现的能量高峰 而不是采用有系统有组织的办法 非常同意朋友们 我跟你们讲我剪个视频可能其实只需要4个小时 但是这4个小时需要我两天的CD 你懂吗 其实我还是特别羡慕那些就是特别自律的人 他就每天就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 然后做完了就可以move on去下一件事情 但我就不是这样的 我是经常那种拖到不得不做的时候才会做的人 其实我特别讨厌我的这一点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改不过来 你经常嫉妒别人 反对 有趣的书或电子游戏成比社交活动各样吸引力 是的 每个项目最关键的是能够制定和遵守计划 我决定站在中立 为人父母 你根源看的孩子成为善良的人 不是聪明的人 同意兄弟 聪明人最没意思了 我跟你讲我认识的聪明人都不开心 但是善良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是美满的 嗯 你更多是天生的即兴表演者 而不是周密计划者 非常同意朋友们 我做了这么多视频 其实我很少写稿子的 我就是打开相机 想到什么说什么 我觉得这样更符合我的风格 其次 我觉得如果我把一件事情非常周密的计划好了 我觉得他的乐趣就消失了 你喜欢参加虚圣装或化妆出席的社交活动 No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这个人圣装或者化妆也跟现在这个B2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你是个相对拘谨安静的人 是的 如果你是企业主 你会觉得解雇忠诚但绩效不佳员工事件难事 同意 在制定个人时间表并坚持执行这方面 你没什么困难 反对 我非常的有困难 团队工作中正确做事比合作态度更重要 同意 但是如果你真正正正的在团队中做个事的话 你会发现态度更重要 因为别人不在乎你说的事情对不对 他更在乎他的心情有没有被你的话而受到伤害 就好像我们是来参加幼儿园 而不是来工作似的 你总爱拖延 直到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每件事 同意 我太同意了 朋友们 你认为自己被别人喜欢比拥有权势更值得 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做娱乐行业的 无论是什么真正的明星 还是在网络上做B站大部署 我觉得有那么一点需要从别人的认可里面得到自己人生这个意义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是的 假如我的视频会有很多很多人喜欢看的话 那种感觉会比我当美国总统更开心 所以这两件事情基本上都不太可能 但是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吧 在社交场合你经常很主动 反对我这个人很少就是在社交场合主动跟人聊天的 这应该是最后一题了 我们来看看结果 让我们来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心理变态 你的人格类型是逻辑学家INTPA 这啥意思呢 从精神上来看我这个人比较内向 证明我这个人不是精神小伙 只有3%的人口为逻辑学家型人格 极为罕见 尽管如此他们也并不在意 首先 假如这个是全全球的人口来看的话 其实3%的全球人口也不少了 几千万人呢 逻辑学家们展现出积极主动的创造型 异于常人的视角 以及永不枯竭的智慧 这都令他们深感自豪 人们常常将逻辑学家称为哲学家 思考者或者是爱空想的教授 在历史的长河中 许多科学家发现就是他们的智慧之花结果的 丰硕果实 所以没想到我还真的就是搞哲学的呗 我觉得这话说的就像是你在看那种星座的那种 运势分析感觉话说的有点模糊 我其实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型 或者拥有异于常人的视角 或者有永不枯竭的智慧的人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话 我这个人的智慧就像是喝完的空水瓶 看似还剩点但其实没多少了 接下来讲讲我适合跟什么样的人谈恋爱 聊这个我可就不困了朋友们 和你最相配的是陆军元帅型 专家型作家型和发明家型 这啥意思 这话啥意思 不论性别 都倾向拥有最短暂的婚姻 意思就是 结了也会离 嫁给男性学者型的女人 不管他们本身是何种恋爱类型 通常都对他们的婚姻不满意 这波雪崩 适合的职业有电脑软件设计师 系统分析人员计算机程序员 研究数据库管理 故障排除专家 占领规划师 金融规划师 新型数学家 物理学家 经济学家 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正确分析师 金融投资 所以也没有up主是吗 看来我选错职业了 还有跟我同类型的名人 我们看看有达芬奇 爱因斯坦 爱兰图林 我记得爱兰图林 跟我是同一天生日 你看1912年6月23日生 me too me too 菊里夫人 达尔文 伽利略 菲曼 Richard菲曼 Leibniz 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 比尔盖茨 Larry Page 司马迁 巴菲特 李嘉诚 巴赫 艾蒙沃森 乔治 阿尔马丁 哇 我竟然跟这么多成功的人 是同一种性格 我却连他们的1%都不如 我现在有点后悔做这个测试了 感觉这个测试越做 越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信心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别忘了我在视频开头说的 这个测试就图一乐 真正的人生还是要靠自己去过的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拜托了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真的求求各位 多发弹幕 多一键三连 多评论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爸爸溜 家人们 这两天有一个让我非常非常疑惑的事情 那就是 杰斯曼 你看看这比香肠还要厚的嘴唇 你再看看这个大大的呆呆的眼睛 你要说这根 没关系 我不信的 所以这个东西自从发了之后 我就一直很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个手办还是个动漫 还是个渲染图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的话呢 那我有很多可以拿来拍的想法 对吧 把某个人的家里一面墙都换成它 或者说 那一个一米八八等高的一个超大型网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对吧 但是呢 就在这个微博发了好几天之后呢 没有任何人知道 杰斯曼 所以我觉得特别奇怪 朋友们 因为现在大家都上网 总有一个人会知道杰斯曼吧 结果还真的就没有 我还特意转了一下微博说 有没有大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呀 评论区里面除了玩梗的朋友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我当时就觉得 这也太神奇了吧 茫茫的互联网中 竟然没有人知道杰斯曼 所以我自己去搜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我也找不到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以为这是一个某种手办 所以我拿淘宝打开它 它有个图片搜索 搜了一下结果发现 然后我就痴呆了 朋友们 但是这个痴呆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前几天我在微博事情里面 突然收到了一位朋友 他说 那张照片是我拍的 当时我在一个叫做深圳玩具展的地方拍到的 然后他给了我一张更完整的照片 然后我就说 这张照片朋友们给了我很多信息 首先这个照片里面有这个角色的一部分的名字 前面的名字叫做Bono B 然后后面应该还有什么东西 然后左上角 诶 左上角证明后面应该至少还有三个字母 然后这个照片的右上角写了一个叫什么LFG 我默认应该是制造这个东西的厂商 再加上这个照片是在一个叫做深圳玩具展的地方拍到的 我很确认它将来或者现在应该是一个手办 所以朋友们到这里我知道了大部分的角色信息 大致的制造厂商 我应该能完完全全的找到这个手办了对吧 结果并没有 我在网上搜索什么是LFG 我只找到了一个叫做LFG的电影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线索到这断了 我又找不到这个角色是什么了 不过我突然灵机一动 深圳玩具展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查一下他们的这个参展信息啊 我这个思路是对的 但是我错估了玩具这个东西是有多么的火 今天在深圳办的玩具展至少都有三四家 我找了好久终于终于找到了 一个叫做深圳玩具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然后呢在他们的微信官方公众号底下呢 刚好就有参展信息查询 真的添住我也 然后我就搜索了LFG 他就自动蹦出来了一个叫做Licensing Farmers Group 耶 那我们现在得到了这个公司的全程 我们总能在网上找到关于这个手办的信息了吧 sadly no 在网上关于他的信息什么都没有 我只找到了一个他的Facebook主页 我还登不进去 这是日语的 我真的晕了 所以我们的线索又断了 不过我又一个领机一动 是这个样子的 他在参展信息里面有写这家公司本来的地址 然后我发现这家地址根本就不是中国的 这是一个在韩国的地址 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是在一个叫做首尔江南区的地方 别看给了个地址 其实给了我已经很多足够的信息了 首先我之前做的都是错的 我试图在中文的网站上面去寻找一个韩国的东西 你找不到不是很正常 所以我把目光投向了韩国自己的搜索引擎 叫做Naver 说句实话话 这是个挺奇怪的名字 为什么叫做Naver 证明这个网站可能有Naver 我真的是太好笑了 无论如何 这个是Naver的主页 我在这里面搜索 Licensing Farmers Group 我还打错了 结果搜索出来的结果非常的失望 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从公司的角度去下手 寻找这个手办 应该到这就到头了 不过它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 那就是在韩国的网站上面去找 所以接下来我把目光转向了这个角色的名字 刚才我们都说了 Bono B以及左上角有一个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当时凌晨2点的我一下就猜到了一个名字 你说这个东西不会叫做Bono Boom吧 因为你们看那个照片的左上角 刚好像一个G的下半身 然后ONG 你这脑子里面用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 我觉得应该是Boom 所以这个名字应该叫做Bono Boom 所以我在Naver上面搜索了Bono Boom Boom 我真找到了 真离谱朋友们 放出来了一个2020年12月份发的新闻 全部都是韩文的 I have no idea what it is 但这张照片已经给了我非常多的信息了 然后这篇新闻我稍微拿谷歌翻译了一下 然后我找到了真正设计这个IP的公司 它的名字叫做Sparky Visual Culture 然后我就在网上搜索他们的网页 然后Boom 被我找到了 Bono Boom 我们点进去看看 Bono Boom Animation 朋友们 这直接找到了 天哪我们这个东西的真脸看着也好像中国boy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练一下 这位Bono Boom同学的一些人设 首先他的性格 curious and playful 对万事充满好奇 并且十分喜欢玩 很像很像谁 我就甭多说了 然后身高 正在长个 但现在只有15厘米 所以说这个人物大概也就 我不得不说朋友们 这个小人 他这个 侧面45度角看的真的 然后呢 Synopsis 他还有一个背景故事朋友们 没有错 他是一个多元宇宙里面的一个角色 A long time ago Bono Boom would travel far away in space 很久以前 Bono Boom 在宇航中 在宇航中航行的时候 Crash landed on the moon due to a spaceship failure 他的船出了点事故 撞到了地球上 而不是撞到了月球上面 Bono Boom sneaks into Apollo 11 阿波罗十一号 你们应该知道 就是很久以前 登月的那个飞船 他悄悄地躲进了阿波罗十一号里面 从月球逃到了地球 After wandering around the world for a long time He met John Sully in Seoul 在地球上面 晃荡了很久之后 他碰见了一个叫做 江雪莉的小女孩在首尔 真的奇了怪了 地球那么大去韩国了 多新鲜啊 Being a pet in a place 去给人家当宠物了 Bono Boom has a stable life Hogging cuteness and love Bono Boom现在住着一个非常稳定的生活 看起来特别的可爱 接下来更离谱的东西来了 朋友们 他还有动画短片 我们来看一看 好吧 好 第一个视频叫做 Dance Like Me 和我一起跳舞吧 3 2 1 这是什么舞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舞啊 我也是 他为什么要一直笑得很欠扁啊 我也是 然后下一个视频呢 朋友们 是Vlog 没有错 第三次围的另外一个王翰哲 还是会继续拍Vlog的 太离谱了 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好吧 哇 哇 这个比例看起来真的好小啊 他真的只有这么大 朋友们 还蛮可爱的 哇 好悲伤啊 怎么这么悲伤啊 怎么回事 哇 哇 哇 要带他出门了 天呐 高兴的扭屁股了 哇 哇 这么小真的不怕被猫给捡走吗 哎呦 哇 他为什么一直喜欢伸舌头啊 他为什么要伸舌头 你为什么还在伸舌头 哇 好听话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跑步啊 哇 哇 哇 他怎么还舔啊 啊 啊 他不会放个屁吧 如果放个屁真的是 真的是 哦 有个大虫子 他不会掉下去了吧 哇 掉河里了 怎么办 他掉河里了 哇 掉石头上了 哇 这没摔死 那么高的地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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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厉害 厚头啊 看了这个视频能感受到这个人 确实有点厚头啊 我才去济州岛了朋友们 这个小外星人的生活比我的啊 精彩多了 我还没去过济州岛呢 哎呦 哎 这东西怎么带上飞机的 朋友们 这东西带上飞机 不会被安全抓起来吗 哎呦哎呦 我说句实在话 他做动画的这个 感觉还蛮真实的 朋友们 哎他怎么看什么都要舔呢 不要舔他 恶心心 哎他吃饭吗 他现在去餐馆了 他会去吃饭吗 他要吃东西吗 他能吃东西吗 他只能在那看 只能在那舔 他不喂他吗 不喂他 哇好baby 都不喂他吃的 哇哦 哎好多角度都好像哦 晕了啊朋友们 波诺帮主题曲 哦这个是这个角色的主题曲 朋友们 还蛮可爱的 所以喜欢这个角色 看久了就感觉他挺可爱的 哦哦哦吃鱼肉 哇舌头那么长 朋友们再看一下 oh my god 喂 好长的舌头啊 不可爱了朋友们 不可爱了 吓人 哎这不是我吗 我们也合影了朋友们 这是平行世界另外一个我 哇这个外星人怎么这么喜欢吃海鲜啊 不怕得痛风吗 哦不吃菜 哇只吃生鱼片 哇你真的会得痛风的兄弟 主题曲也蛮好听的朋友们 还挺挺那什么挺温馨的这个 小片子 但这个跑的有点假 看完了短片 然后我在他们的这个制作公司的网站上面 还看到了他们有正在制作的东西 根据这个底下这个文字描述 感觉应该是正经的那种就是背景故事的介绍 然后你们看这个封面 这个poster这个海报 把它再放大 加上一点点的特效 这不就是头像吗 朋友们 我找到这张原图了 我刚刚还在想图到底在哪儿 找这点东西 找了我大概一整天的时间 当然这一整天我还有别的事情 我还有工作什么要做啊 不是我上班什么都不干 专门上来去找他了 你们看我善良的眼神啊 我拿我先下时间做的 无论如何 最后还是找到了这个角色 他名叫bonobong 是一个韩国的IP 然后还蛮可爱的 但是他有没有手办呢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住在韩国的朋友 他说手办还没有售卖 也就是说 no 我们刚才想的那些整股视频的方案 全部都不能执行 alright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点意思的话 一键三连一下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 耶 家人们你们好 我重臣啊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吐槽一下 北京新开的环球影城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机会 我有幸在开业之前提前进 北京的环球影城体验了一下 我不得不说那趟北京环球影城之旅 真的是顶级折磨 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讲讲为什么 我第一个失望的点就是 这个是环球影城的地图啊 我刚进园拿到这个地图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它少了很多的项目 从这个刚进园区就会路过的这个好莱坞区 我就当时就发出这个疑惑 我想说这个好莱坞区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说它小呢 是因为在别的环球影城里面 好莱坞区会给你一个置景 对就是你进去的时候是一个街区 而这个街区布置的就像电影里一样 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你从这里面从门口进来直接就穿出去了 我根本就没看到有任何能够让你拍照片的地方 我真的很疑惑 好莱坞区玩玩圈圈就是给你买东西的地方 说句实话的话这个置景我在去之前 我以为会给我们一些不同年代的我们国家的一些街景 让我们进去拍照留念 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 蛮无语的 然后接下来我跟你说我禁园区第二个大失望的点 就是侏罗巨园区少了两个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我认为我在环球影城玩到过最爽的项目 它的名字叫做飞天翼龙 飞天翼龙这个项目是一个过山车 但它跟别的过山车不一样 为什么我说它好呢 就是因为正常过山车你坐上去之后 你就人就这么坐着 然后就开始往前开了对吧 它不是 它的这个项目的主旨就是模拟你在龙的背上面飞行的感觉 所以为了营造出这种感觉 你这么坐好把你锁好了之后呢 你整个人给你吊起来 吊起来之后 这么横着把你送出去 你就真的像是坐在龙的背上在飞 而且这个项目非常的吃了死 因为我印象中它的轨道是环绕着整个侏罗巨园区的 你只要在那逛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尖叫的人从头上飞过去 真的很搞笑 北京的环球影城没有 这个项目我之前只在大阪的环球城做过一次 但是我这辈子都会记住那种感觉 真的太爽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北京的环球会没有 另外一个侏罗巨园区少的一个项目 是一个类似于激流泳进的项目 就是从高处帮你往水里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 这个项目我觉得还蛮常规的 接下来就是哈里波特园区 哈里波特园区也是缩水的蛮严重的 禁远区我就发现了海格摩托车没有 这个是一个蛮新的项目 印象中是19年下半年才加入到奥兰多环球影城的项目 已经没有引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不是一个特别难做的项目 它就是模拟了海格的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摩托车 它给你重置了出来 然后以过山车的形式让你爽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它还少了一个车站 我忘了那个车站的名叫什么 好像叫九又四分之三站台还是什么东西的 反正它是一个车站 就是你进了这个车站 你会坐一个小火车 穿越到另外一个园区去 这个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小园区里少的项目 整体大园区的项目 我跟你们讲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点 就是很多很好玩的项目都没有 例如之前我在别的园区里玩到过的 蜘蛛侠 amazing spiderman 没有 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木乃姨的项目也没有 速度与激情的项目也没有 然后我印象中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鸟类包表演的也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 可能是行尸走肉还是什么 好像以僵尸为主题的一个项目也没有 这只是我稍微回忆了一下就没有的项目 然后接下来我继续去谈另外一个我特别失望的点 那就是北京的环球影城缺乏和中国本土IP联动的内容 大队的环球影城我印象中你们刚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区 就是做联动IP的区 每隔一段时间都换个IP 这些都是他们之前做过的IP 柯南 鲁邦三世 禁忌的巨人 美少女 哥斯拉 朋友们 而我们 只获得了一个 功夫熊猫 蛮阴间的朋友们 我虽然没有进去玩 但是我大概整个区域路过丑了一下 我愿称之为以美国人的视角去做中国的文化 然后再把它拿到中国给中国人看的一个感觉 这感觉真的是 解死骂 朋友解死骂啊 我印象中环球影城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食物 叫做火鸡腿 为什么它代表性呢 因为它大 我记得之前在加州的时候买过那个鸡腿这么大一个 一个成年人啃这么一个鸡腿感觉一顿饭就饱了 然后呢去环球影城我看到别人拍的照片的那个火鸡腿就这么大 啥意思 当然了可能以上我这些吐槽都是试运行才会碰点的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好像环球影城会开二期和三期 所以可能未来的一年里面它会把这些项目又陆陆续续的加进来 谁知道呢 I don't know 然后接下来我去吐槽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离谱的东西就是 你进所有项目头都关你要健康码 朋友们我不是说防疫严格不好啊 但是我就是想说我们在进园区之前就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的报告 和绿色的健康码和绿色的行程码 我们在进园的时候就已经提供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进每一个项目头都要我要 就刚开始都是觉得还行 但等到天色逐渐晚了 然后我的手机开始没有电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让我拿掏出手机给你看个码 我就觉得特别的没有必要 难道我进去了之后它突然变红了吗 那突然变红了 那不是我们大家一起都完蛋了 所以你 why 然后再一个人说一个估计很多人都吐槽到了点 那就是人太多了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在哈利波特区他们有个奥利凡德摩上店 进那个店 你要排大队 可能排个45分钟队进去买东西 而且更离谱的就是 你们知道环球影城在园区外面 他还建了一个商业街 那个商业街里面的周边商店 要排队一个小时才能进去 周边商店排队一个小时 我当时路过的时候就觉得 你们都疯了吗 这 然后我就要跟你说周边的事了 朋友们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买周边的人 朋友们 我家里随处可见 环球影城买来的周边 但是朋友们我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买 我不得不说 这些周边真的是太土了 我好不愿意进了那个周边商店 我差点就直接就走出去了 如果我不是排队进来的话 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要用郑凯的字去写北京环球影城 真的是 我不理解 但是你要问我东西买没买 我还是买了 给大家分享要买了什么 我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这个是一个是给朋友带的 我买的是一个黄色的小沙缸 上面写的是北京环球影城 我觉得小沙缸已经算是 在这一批贼丑的周边里面 唯一一个我能接受的了 你们猜这个东西价格多少钱 129人民币 我还买了一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在别的地方应该也能买到 是一个相框 然后这中间放照片的地方 应该是拿玻璃档的 然后摄影的地方是一个皮革材质的一个相框 你们猜这个东西多少钱 199人民币 买这个相框的原因 是因为是给杰森跟麦咪的礼物 但是这个你们先别告诉我 没送给他呢 嘘 我买一个相框加两个茶缸 总共花了我接近快500块 接下来给大家吐槽一下什么呢 那就是环球影城本身的设计问题 就是他这个园区太大了 你每一个项目都要走很远的路 而且你去排队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排队设计呢 是麦田怪圈 如果你们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来给你们播放一个VCR演示一下 朋友们 这个项目多少120分钟 哦 我们拍了半小时了 一直在走 怎么还没拍完呢 里面还有一个半小时 游戏的我们不想玩了 我们一上五分钟给你理一下 现在三点 三点整 我们早上九点了六个小时来这里 玩两个项目 吃一顿饭 没完没了这个麦田怪圈我真的晕了 今天一整天就在排队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我们会不会就是最后只剪进去这些玩的部分 让大家觉得我们没在排队啊 我们刚刚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 有一个小时了 有一个小时吗 有一个小时吗 赶40分钟 半个小时 赶40分钟有了 我以为我们的麦田怪圈可以走完了 给大家看看 进来了之后的样子 又是这个是真的麦田怪圈 那是个圈 我理解了一下 这个地方有四个大门 我们是从这个门进来 去另外一个门的麦田怪圈 再排一次 然后再进来 这样的玩意 合理 理解 好理解 朋友们 我们刚刚在外面站了一个小时 现在另外一个房间 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玩了 开始玩了吗 没有 朋友们 另外一个麦田麦田怪圈 哈哈 哈哈哈哈 这第几个屋子 一二三 这第四个屋子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你 猪罗基世界大冒险 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它将一代能进入可能的世界 您和你的家人 即将在华尔美丽的不夭道 开始一场新潮 我的家人即将失去我了 猪罗基世界大冒险 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猪罗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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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第五个屋子 到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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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真不容易啊 不分开始了 现在三点四个三 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 他必须巨牛逼吃吞 我知道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自闭了 猪罗基世界的团队成员 会指引你到达出口 拉起腿部压杆 希望能下千里的一场难忘的冒险之旅 祝你们在猪罗基世界拥有一段难忘的时光 好 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个片段呢 其实是我们排队90分钟的一个精华 那你们知道我们排这个队的项目总共我们玩了多久吗 6分钟 然后给你们推荐一个很冷门但是非常好玩的项目 在好莱坞区它的名字叫做灯光摄像开拍 是某幻老师的好朋友张一某啊 张一某和Steven Spielberger一起做的一个项目 建议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们在第一排 就是跟人家说清楚啊 我想去第一排 然后在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是最爽的体验朋友们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给你们说的就是这个项目不用排队 这个项目呢就是类似于未来水世界的那种特技表演 但是是用电影的方式去给你呈现的 会有现场的一些比较刺激的爆炸器什么的给你们看 very good 说了这么多也骂了环球影城骂了一掌气视频的 你要问我还去不去环球影城呢 哼还是去的 朋友们实不相瞒我已经买了VIP票准备去了 朋友们我承认我就是超级大韭菜 但是还是那句话环球影城真的值得你们去玩的 我给你们吐槽这些都是它一些设计上面或者是安排上面的问题 但它的项目本身真的很耐达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们上面有那么一点点用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好不好 点个关注也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朋友们886 拜拜 希望呢今年的12月份我每个礼拜都能更一个视频出来 所以听你们的好吧我该不该拍 我也在犹豫 就是我怀疑这种类型的视频应该是没有人看的 所以应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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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拍呗那咱拍呗 朋友们今天是周一 应该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周一11点开会 来晚的人要扣钱吧 连我都知道了 并不说很恐怖的事情 现在是10点42分 我距离被扣钱只有一不止啊 美好的周一从我快要迟到开始 然后我的室友在那不仅不办呢 你吃个橘子呗 朋友们本台最新消息 中国贵刚才在公司区里面发了一张导航的截图 我们这附近路全是红的他要迟到了 兄弟们现在10点42分 中国贵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到公司 哎呀今天又有红包收了 嘿嘿嘿看多少钱 操 你发了多少钱啊兄弟 一百啊 我他妈只收了三块钱 我 我 这凭什么 三十九 二十一 我 凭什么 朋友们 我不是最惨的了 这个 只抽了一块五毛一 我心情好了 哈哈哈 今天要交片 然后今天突然发现有一个商单要做脚本 我今天得要整一缸这个了 这个真的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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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今天办公室来了一个不复制客朋友 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小空调的 总而言之就是今天一条视频要交 然后早上王汉哲拿着一种 哎我们有个商单 你今天给我一个方向 我好开心啊 哈哈哈 哇我们这个甲方 我能说吗 我们这个甲方 他那个brief里面 就要求我们演嘎句 嘎句 嘎句 哇好帅 当初是谁 当初我的面嘲讽我 啊 是谁 啊 嘲讽我什么年代呢 还在拍这种感觉啊 太坏了 没想到用上了 回旋标打自己身上了 上班突然收到了消息 啊 一号口没有补终止 哈哈哈哈 哈哈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紧急情况 有没有人紧急情况 救一下 救一下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紧急啊 这个昨天已经发生过了 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今天又来 这种人杀手都不太紧了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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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整骨我们的 天天让我们去厕所给他送植 哈哈 哈哈 他后来就只是在中花开 所以我们在干嘛呢 朋友们 我们在打椒 啊 因为我们这面墙 原先是用那种这种粘纸一样的 砖块 装上去的 然后他时间久了就会掉 就是我们现在视频的那个背景呢 看起来像是毛坯房的感觉 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了这种是真的砖吗 是叫做叫什么 文化砖 文化砖 然后贴上这种玻璃胶 文化的砖 然后贴上去 看它会不会掉 如果再掉怎么办 再不会掉 再掉我说我哥哥 哈哈 我现在就可以扣进来块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打砖工人 两个两个打砖工人 打胶工人 打胶工人 然后这个是安砖装砖的人 然后我负责往这上面放没有打胶的砖 我们我们真是teamworkteamwork 朋友们 早上来上班 一来公司发现我的工位塌了 有份儿兄弟们 好疯 痛苦 朋友们 我这个座位 虽然全办公室最好的座位 谁都看不见我干嘛 但是夏天我这是最热的 冬天我这是最冷的 那么代价呢 那么代价呢 是的 代价是什么呢 必成其重是吧 必成其重 这个办公室有个很严重的设计问题 就是我们这么一大片区域 只放了一个空调 然后这个空调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首先它吹不到我那 对啊就是让你坐队啊 哈哈哈 就是这么时间让你坐队啊 你不坐队那怪谁了对吧 姑娘我也装了对不对 然后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 它夏天的时候天太热 它外面那个空调外积它会罢工 所以它夏天 今年夏天四十度 然后这空调又不工作 然后我们就在那四十度 然后我那个地方又是太阳直射的区域 朋友们你们懂吗 就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啊 你们的事 烤猪 可是你妈的 你看他们都暖冷喝喝 我在这就穿个 穿个马甲在这儿冻得要死 你看手都变身过来 你看他们就在那打游戏 我手都冻僵了 游戏都打不了了朋友们 你们都不可怜看我 当你热穿一遍 怎么做 welcome to music night 现在基本上我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事情 无论是学习一下编曲啊还是说学习一下理论知识 我现在的状态就有点像当初 呃 刚开始做视频那样 就是反正是没有不懂 就自己琢磨自己打开软件 挨个点开听听看好不好听 但是问题是朋友们 我觉得做音乐比做视频难好多 尤其是最近朋友们 我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朋友帮我做歌 然后每次去大家我都觉得我是傻子 就是例如说最简单的对吧 他在键盘按个音 我就唱不准朋友们 就例如说 例如说 嘎 嘎 可能唱不准 我刚才这个全都唱我的唱跑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觉得 为什么 就看起来的也是蛮简单的事情 那么为啥我自己都不会有疑忆呢 很痛苦朋友们 受到了一丝丝的挫折 我时候是رت勒 应该是两两年前就跟你说过 我有做音乐的印象 为什么两年之间一点作品都没有问世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的要求还蛮高的 然后我自己 YOu RAW 他也不会 朋友们因为我是个业余爱好者 我没有那种合约要求 我一定要在某些时间内 把东西交出来 所以我就会一直拖一直拖到 我觉得这个东西达到了 我想要的水准 我才会发 不然的话 其实朋友们就写歌 其实我经过了解之后 发现比你想象中简单的非常多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好吧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让我拿下我最亲爱的小吉他 朋友们我吉他弹得稀了 而且我这个吉他今天没有调音 所以你听个意思就得了 刚才已经有一个感觉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感觉里面 就哼哼歌就可以了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主歌的旋律了吗 对吧 这一首歌不能只有主歌 再想想副歌 副歌什么的 我们再想想 为啥我觉得这个 朋友们 我觉得我刚才哼哼的 有点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歌 当我想起来有什么歌了 我找什么歌了 你们刚刚见证了一件事情就是我 我们一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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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刚见证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小心抄袭了Taylor Swift 所以我们现在把脑中那个旋律删掉 我们重新再想一个副歌好吧 而且刚才哼哼理了一下 我们有多少东西没有想了没有拍 而且刚才理了一下 我们有多 而且刚才理了一下 我们有三个 话说不定有点录录录 你以为你说的清楚吗 你以为 话说不定清多了 真的假的 我现在就把你之前那些说次了都给你找出来 我们有三个视频正在剪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个视频在策划 有十六个在想 在策划中的想法 而且还有一些 我们已经忘了没寄进去的 哇 amazing朋友们 然后我还有视频没剪完 本来说今天要剪完的 嗨 而且估计很多人很好奇 就是你们特别关心的那个 那个大伙我们整理的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没想法呢 我一点点都没想 我能感觉我这个哼哼的也很像什么歌啊 我能感觉我这个哼哼的也很像什么歌啊 我又抄袭了Tater Swift的朋友们 我常爱歌词朋友们 这首歌我不知道歌词 这首歌叫什么名叫 Wildest Dream 我没有影射或者是就是暗示任何人的异想方法 我只是想跟你们说在2022年今天其实 写歌比你想象中简单非常多 我的iPad那个酷乐队里面有二三十首demo 但是呢 那些歌我都觉得不够好听 所以我还是希望我能好好花时间 把该学会的东西都学会 然后再去把这个歌做出来 所以呢 现在我每天晚上都会练习 不论是写歌 还是说练习一下弹吉他 还是说练习一下音乐软件怎么使用 或者说学习一下新乐理 反正就是每天晚上都给自己找事情干 就是我觉得很快乐 有种重新回到了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的感觉 就是一切都很新一切都很新奇 哪怕我做的不好 我现在也尽量不去多想 就是先做了再说 最近在想一首圣诞节的歌 但是就是没有特别好的想法 也没有特别好的歌词 哦这样 你们可以在那个弹幕里面或者在评论里面 写一些关于圣诞节的歌词 好吧 就你们自己原创的哈 如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呢 我就把它写进歌里面 我现在我那天想一个 旋律什么来的 我先 I wake up late on Christmas day sorting thoughts in my mind i know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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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O-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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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的旋律我也不太记得了 我一点查一下 欢迎在你们的课词跟那个什么发到评论跟弹幕里面好吧 我们要是真能以此写出来的一首圣诞节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Уum 他妈的算是不说了懂了吧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 他已经第三天了这个礼拜 周一周二周三天天中午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厕所里面没有纸 他让我们给他送纸去 他又没吃了 又没有吃了 又没吃了 我这段时间跟他喝完了 我给他说 给你去 这是给你了 我给你说 我给你说在哪 进厕所 南厕所进去 这左边一号坑位 敲门 知道吧 按扣 谁又没来 吃点 上厕所没有吃 我知道为什么 我们一直不给他送 为什么呀 他就一直在那蹲着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奇怪 我看了 第一个 第一个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妈的啊 哈哈哈哈 快快快快 他妈的开开开啊 哈哈哈哈 我妈 我剪不下去了 你什么意思 啊 你什么意思 你要出来了 什么意思 都给你删了 删了删了删了 我为什么长这样 我什么时候 这什么时候的素材啊 哈哈哈哈 哎 这什么时候素材啊 呃 苏杰赛那个时候 哈哈哈哈 啊 我是不是那天解说过来了 两点 你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你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谁搞的 送给你了 送给你 你也有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啥 哈哈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 哈哈哈哈 全是王汉泽拍的 这个人 现在就差我俩没有被贴了 I'm gay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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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UP PICATCHU I'm gay I'm gay 我还是什么 他们太温情了 还有这颗或打电话 嗯 好的 怎么说 这颗或打电话 白灯 喂 喂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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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啥 听不清 听不清 诶 诶 说说说 下巴喽 诶 你们好安静啊 没有人复合我 有点受控了 愉快的一周过去了朋友们 哈哈哈哈 啊 我们临下巴那时候突然接了电话说 哎呀 你刚刚写的那个吧呢 甲方说里面有几个点要改一下 然后我看了一下要改的点 基本上你重写 哈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 我好开心啊张哥 哈哈哈哈哈哈 啊 anyway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发生的什么事情了 你又开始说vlog了 关你什么事 关你自己 就这样吧 下个礼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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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你们好 我重诚啊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吐槽一下北京新开的环球影城 实际是这个样子的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机会 我有幸在开业之前提前进北京的环球影城 刚进园拿到这个地图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少了很多的项目 从这个刚进园区就会路过的这个好莱坞区我就当时就发出这个疑惑 我想说这个好莱坞区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说它小呢 是因为在别的环球影城里面好莱坞区会给你一个置景 对就是你进去的时候是一个街区 然后这个街区布置的就像电影里一样 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你从这里面从门口进来直接就穿出去了 我根本就没看到有任何能够让你拍照片的地方 我真的很疑惑 好莱坞区完全全就是给你买东西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这个置景我在去之前 我以为他给我们一些不同年代的我们国家的一些街景 让我们进去拍照留念 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 蛮无语的 然后接下来我跟你说我进园区第二个大失望的点 就是侏罗巨园区少了两个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我认为我在环球影城玩到过最爽的项目 它的名字叫做飞天翼龙 飞天翼龙这个项目是一个过山车 但它跟别的过山车不一样 为什么我说它好呢 就是因为正常过山车你坐上去之后 人就这么坐着 然后就开始往前开了 对吧它不是 它的这个项目的主旨就是模拟你在龙的背上面飞行的感觉 所以为了营造出这种感觉 你这么坐好把你锁好了之后呢 你整个人给你吊起来 吊起来之后这么横着把你送出去 你就真的像是坐在龙的背上在飞 而且这个项目非常的射死 因为我印象中它的轨道是环绕着整个侏罗巨园区的 你只要在那逛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尖叫的人从头上飞过去 真的很搞笑 北京的环球影城没有 这个项目我之前只在大阪的环球影城做过一次 但是我这辈子都会记住那种感觉 真的太爽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北京的环球会没有 另外一个侏罗巨园区少的一个项目是一个类似于激流泳进的项目 就是从高处帮你往水里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 这个项目我觉得还蛮常规的 接下来就是哈里波特园区 哈里波特园区也是缩水的蛮严重的 进园区我就发现了海格摩托车没有 这个是一个蛮新的项目 印象中是19年下半年才加入到奥兰多环球影城的项目 北京没有引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不是一个特别难做的项目 它就是模拟了海格的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摩托车 它给你重置了出来 然后以过山车的形式让你爽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它还少了一个车站 我忘了那个车站的名叫什么 好像叫9又四分之三站台还是什么东西的 反正它是一个车站 就是你进了这个车站 你会坐一个小火车穿越到另外一个园区去 这个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小园区里少的项目 整体大园区的项目 我跟你们讲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点 就是很多很好玩项目都没有 例如之前我在别的园区里玩到过的 蜘蛛侠 amazing spiderman 没有 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木乃伊的项目也没有 速度与激情的项目也没有 然后我印象中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鸟类包表演的也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行尸走肉还是什么 以僵尸为主题的一个项目也没有 这只是我稍微回忆了一下就没有的项目 然后接下来我继续去谈 另外一个我特别失望的点 那就是北京的环球影城缺乏和中国本土IP联动的内容 大阪的环球影城 我印象中你们刚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区 就是做联动IP的区 每隔一段时间都换个IP 这些都是他们之前做过的IP 柯南 鲁邦三世 禁忌的巨人 美少女 哥斯拉 朋友们 而我们只获得了一个功夫熊猫 蛮阴间的朋友们 我虽然没有进去玩 但是我大概整个区域路过丑了一下 我愿称之为以美国人的视角去做中国的文化 然后再把它拿到中国给中国人看的一个感觉 就感觉真的是 解死骂 朋友 解死骂 我印象中环球影城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食物 叫做火鸡腿 为什么它代表性 因为它大 我记得之前在加州的时候买过 那个鸡腿这么大一个 一个成年人啃这么一个鸡腿 感觉一顿饭就饱了 然后去环球影城 我看到别人拍的照片的那个火鸡腿就这么大 啥意思 当然了 可能以上我这些吐槽都是试运行才会碰见的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 好像环球影城会开二期和三期 所以可能未来的一年里面 它会把这些项目又陆陆续续的加进来 谁知道呢 I don't know 然后接下来我去吐槽 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离谱的东西 就是你进所有项目头的关键要健康码 朋友们我不是说防疫严格不好 但是我就是想说我们在进园区之前 就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的报告 和绿色的健康码和绿色的行程码 我们在进园区已经提供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进每一个项目头都要我要 就刚开始都是觉得还行 但等到天色逐渐晚了 然后我的手机开始没有电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让我拿掏出手机给你看个码 我就觉得特别的没有必要 难道我进去了之后它突然变红了吗 那突然变红了 那不是我们大家一起都完蛋了 所以你 why 然后再一个说一个估计很多人都吐槽到了点 那就是人太多了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在哈利波特区他们有个奥利凡德魔杖店吧 进那个店你要排大队 可能排个45分钟队进去买东西 而且更离谱的就是你们知道环球影城在园区外面 他还建了一个商业街 那个商业街里面的周边商店要排队一个小时才能进去 周边商店排队一个小时 我当时路过的时候就觉得你们都疯了吗 然后我就要跟你说周边的事了 朋友们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买周边的人 朋友们 我家里随处可见环球影城买来的周边 但是朋友们我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买 我不得不说 这些周边真的是太土了 我好不容易进了那个周边商店 我差点就直接就走出去了 如果我不是排队进来的话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用郑凯的字去写北京环球影城 真的是我不理解 但是你要问我东西买没买 我还是买了 给大家分享要买了什么 我买了两个一模样的杯子 这个是一个是给朋友带的 我买的是一个黄色的小茶缸 上面写的是北京环球影城 我觉得小茶缸已经算是在这一批贼丑的周边里面 唯一一个我能接受的了 你们猜这个东西价格多少钱 129人民币 我还买了一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在别的地方应该也能买到 是一个相框 然后这中间放照片的地方应该是拿玻璃挡的 剩下的地方是一个皮革材质的一个相框 你们猜这个东西多少钱 199人民币 买这个相框的原因呢 是因为是给杰森跟卖咪的礼物 但是这个你们先别告诉我 没送给他呢 我买一个相框加两个茶缸 总共花了我接近快500块 接下来给大家吐槽一下什么呢 那就是环球影城本身的设计问题 就是它这个园区太大了 你每一个项目都要走很远的路 而且你去排队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排队设计呢 是麦田怪圈 如果你们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来给你们播放一个VCR演示一下 哎朋友们 这个项目多少120分钟 哦 我们拍了半小时了 一直在走 怎么还没拍完呢 里面还有一个半小时 游戏都我们不想玩了 我们一上五分 我们给你理一下 现在三点 三点整啊 我们早上九点了 六小时来这里 玩两个项目 吃一顿饭 走 对 stated 不坑 没完没了 这个麦田怪圈 我真的晕了 噓噓噓噓噓噓 今天一整天就在排队 唉 哎啊 哎呦 唉呦 我们会不会这是最后只剪进去 这些玩的部分 让大家觉得我们没在排队呀 我们刚刚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 有几小时了 有一个小时吗 赶紧40分钟 半个小时 赶紧40分钟有了 我以为我们的麦田怪圈 就走完了 给大家看看 进来的之后的样子 又是 这个是真的麦田怪圈 这是个圈 我理解了一下 这个地方有四个大门 可能是从这个门进来 选另外一个门的麦田怪圈 再拍一次 然后再进来 这样的东西 合理 理解 好理解 朋友们 我们刚刚在外面 转了一个小时 现在另外一个房间 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玩了 开始玩了吗 没有 朋友们 另外一个麦田怪圈 这第几个屋子 一 二 三 这第四个屋子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光明 这种一世界大冒险 是前走未有的体验 它将一代融进入可能的世界 您和你的家人 进行的 美丽的目标道 开始一场新潮 我的家人即将失去我了 这种一套 能力性的架势系统 主罗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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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第五个屋子 哎呦到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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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真不容易啊 不算开始的 现在三两四个三 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 他必须巨牛逼吃腿 我真的 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哈哈哈哈 自闭了 国际世界的团队成员 会只要到达出口 拉起腿部压杆 希望大家 今日的一场难忘的冒险之旅 祝你们在 中国际世界 拥有一段 难忘的时光 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个片段呢 其实是我们排队 90分钟的一个精华 那你们知道 我们排这个队的项目 总共我们玩了多久吗 6分钟 然后 给你们推荐一个很冷门 但是非常好玩的项目 在好莱坞区 它的名字叫做 灯光摄像开拍 是某幻老师的好朋友 张一某 张一某和 Steven Spielberger 一起做的一个项目 建议大家 去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你们在第一排 就是跟人家说清楚啊 我想去第一排 然后在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是最爽的体验 朋友们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我跟你们说的就是 这个项目不用排队 这个项目呢 就是类似于 未来水世界的那种 特技表演 但是是用电影的方式 去给你呈现的 会有现场的一些 比较刺激的爆炸器什么的 给你们看 very good 说了这么多 也骂了环球影城 骂了一整期视频的 你要问我还去不去 环球影城呢 哼 还是去的 朋友们 实不相瞒 我已经买了 VIP票 准备去了 朋友们 我承认我就是超级大韭菜 但是 还是那句话 环球影城真的值得你们去玩的 我给你们吐槽这些都是它 一些设计上面 或者是安排上面的问题 但它的项目本身真的很耐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那样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们上面有那么一点点用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好不好 点个关注也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朋友们886 拜拜 给你们看看 现在别人来我家 我都怎么办 干嘛呢 他没有养 你妈 我干嘛你 又是周一朋友们 你可以看到我身后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都不来上班了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来上班 我开玩笑的朋友们 今天其实是非常烦邦的一天 现在已经下午三四年工了 我才想起来拿相机拍东西 还记得上一期视频 我说今天早上突然 我还没让我做一个商单的方向吗 那是上个礼拜三 然后今天是周一 这个视频要周四上线 基本上我们要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内 把这个视频从脚本到拍摄到制作前程都完成 但是还好了 我们周六加班了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都拍完了 现在我们去拍最后一场的戏 我先把这个脚本 拿到我们那个办公楼的楼顶上去 因为我们需要一场天台的戏 我来了我来了 一层楼梯装什么呢 好冷啊 我闻到了好香的香味 我来了 来两勺 排队排队 什么意思啊 排队排队什么意思啊 排队排队什么意思啊 排队 扫码先扫码 排队你干嘛你干嘛 排队我是纪律委员 排队 太吓人了 张哥你这个看起来 你这个面已经妥妥了 怎么可能妥妥的 这面看起来已经妥妥了 哇里面怎么还有虾仁啊 虾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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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折磨我 好吃的啊 你们针对我啊 有有单桶的一桶 你要吃吗 最胖 最胖 这里还有 里面放了蔬菜包 我不吃蔬菜包 蔬菜都不吃 我对蔬菜过敏 死吧你 哈哈哈 朋友们 现在下午4点钟 我临时回了家 因为 感觉不太妙 比较害怕 所以 叫了一点药 方文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连温度计都是现场买的 好 静后加音 发出4次较慢的B声后 仍继续再测5分钟左右 36度 I'm fine guys 方文 我没有得新冠 我只是单纯的身体不好 耶 哈哈哈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回家还要拿个东西 因为昨天晚上他们跟我说要拿 然后我忘拿了 那就是 当当 哎 我的营运牌 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特斯拉钥匙 啊 隔壁才买特斯拉 你看看我 我早就有特斯拉钥匙了 朋友们 哈哈哈 其实是因为今年拍农村那个视频的时候呢 我们先去 开他的车 开了一下景 然后就拿了车钥匙 然后这个车钥匙就一直放在我们这 他就 没找我们样 所以 然后今天刚好把这个车钥匙带过去还给他 其实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了 然后给忘了 所以 好 我跟你玩 你说不算 好 我跟你玩你说不算 我不会说 笑什么呀 我什么都没有表情 你别站这儿了 你别站这儿了 你别站这儿 你直接张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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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速度 就通骨拉面 有点切头 有点切头 朋友们 我们这个新视频呢 其实需要自己给自己配音的 所以我现在要给自己配音 但是我只有一句话 因为我太不会演了 导演 导演没够分 细分 呜呜呜呜呜 哇 他这个耳机好窄呀 假耳朵 老板 老板 你是了解我的 如果是 老板 你是了解我的 如果是我出手的话 贾芳绝对不会 老板 你是了解我的 如果是我出手的话 贾芳一定不会过来问我 你听得到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贾芳 不可能再回来问我 好的 我会了 老板 你是了解 哎呀 洗吧 洗吧 来呀 唐哒 music time 上个礼拜呢 很多朋友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 谢谢你们 然后我也想回答一些朋友们的问题 首先我看到有一个朋友问我 为什么我吉他扫悬 只会下一个 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 就是因为我不太会谈吉他朋友们 我的左右手 我不能分开做自己的事情 假如说 我的左手在弹和弦 我的右手的承受 最简单的方式 不然的话我就会反过来 而且朋友们 吉他有个概念叫做大横弯 什么叫大横弯呢 就是你的一只手指 这样的摁住一个品 然后你去接下来 去摁后面的东西 比如说我这个弹这个啥 这个是Bm7 这个我就弹不明白朋友们 弹不明白 真的很来说朋友们 想努力练 但是就是 确实周边也 我也没去找老师 像这种就是技巧性的东西 我自己也琢磨不太明白 就有的时候只能去问一些朋友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人家 你知道吧 就是人家也有自己的事情 我只能偶尔有个问题问 我怎么能天天缠着人问 哎兄弟 Fsharp怎么问啊 Fsharp好像是要横跨四个屏 这么N的 Fsharp怎么N 我怎么不会啊 多不好啊 同理可证 其他的一些乐器我也能舞台会 例如说钢琴 我就 嗯明白 哈哈哈 然后我现在对能把这首歌做好的信心 就直线 直线往下走 给大家听一听一个demo吧 朋友们 在整个mix里面打开这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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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朋友们 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想法 哎呀 这是笔子你的脸买的吗 这个东西我等了它发货 等了一个半月才送到我家 真的很奇怪 换个键盘朋友们 哈哈哈 为什么换这个键盘呢 朋友们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全尺寸的键盘 我现在用的这个键盘 少了一半 少了一半键 啊谢谢啊 送送送人的礼物 怎么办 我们是盛家城的员工 来我们这干嘛 朋友们盛家城的员工 正式来我们这儿入职了 朋友们 入职第一天 所以呢朋友们 我现在桌面上就是雷蛇三键套 keyboard mouse 鼠标垫 鼠标垫 也是送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音响 四键套 但是呢 这个键盘 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有线的 如果它是无线的就好了 这雷蛇的朋友们 就是 圣诞节快到了 还想收个圣诞礼物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说话了说话了 呵呵呵呵 好重的辣椒味 哇哦 这是什么 小炒牛肉 这是啥呀 这是啥呀 大排 大排 这个呢 这个是上堂娃娃菜 哦 然后呢除此之外 我们这个只有两个男人住的单身公寓呢 还有两只猫猫 给你介绍一下 这只猫猫叫做GG 这只很可爱 朋友们 这只见人就给摸的 朋友们 就是一点精致都没有 然后还有一只朋友们叫做咪咪 打招呼 打招呼 这只猫 这只猫就不给大家多介绍了 我跟这只猫关系不太好 就是这只猫 在我新买的书上面吐了 然后还在我 我买的包包上面尿了 然后 好像还尿到了我其他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上面 所以我现在跟他就是有一个私人的仇恨在的 就是哪天等他不在家 我就 我就负仇恨了 然后呢 GG绝育了 咪咪没有绝育 所以咪咪时不时就会进入发行模式 每当咪咪发行的时候 他就到我们家这个大阳台 朋友们 很大很大的阳台哦 朋友们 咪咪发行了之后 会撅着屁股在的那个那个那个大阳台上面 对着外面的野猫狂叫 朋友们就是做猫 你也要守一些责任感吧 咱不能这样吧 他对着工猫狂叫 他对着工猫狂叫 而且他会打GG 而且他一叫我们 就能看到我们小区里面的那些野猫出现在我们家楼下了 哈哈哈 我跟你讲 有外面的工猫看到了 看上了你家的黄花大闺女女婿 你小心点 然后呢 纪念今天的这个家庭 家庭晚餐之夜 我找了一个特别下饭的电视剧 讲连环杀手的朋友们这个剧 最近特别火 对 哇哦 Holy shit 哇 这是啥饭 这什么剧啊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吃得下去吗 啊 加大力度 朋友们我尝尝 这个牛腩好好吃 嗯 哎呀 谢谢老板送的特斯拉 我这就开走了 好的好的 那我拿走了 不客气 不客气 我拿走了 我拿走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你的任务完成了 你走吧 我会载你一次的 好吧 给你一次载你的机会 小潮跟我们差远了 老板送车 我是员工送别人车 哈哈哈 谢谢员工 当老板的觉悟 哈哈哈 嘿 你干一次 我现在已经很晚了 朋友们我现在 就是突然脑袋里线 然后有些事想跟你们说 然后我刚刚躺在床上 然后我又拦得起来了 所以你们就 忍一下好吧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 哎 最近这一到两个礼拜 有一种 很奇怪的感觉 真的很神奇 朋友们每一天我跟朋友们聊的话题都是 你养了没有 哎我还没养 怎么还没轮到我呀 我家里七大姑八大姨都养 养三圈了 然后我这朋友啊 住在什么北 五湖四海 北京上海 都已经养了好几遍了 怎么到我这儿 我还没养呢 什么时候到我呢 那我到底要不要养呢 朋友们 当然这得病不好 你知道吧 但你又知道你躲不过去 就是你又没有办法选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的存在 我这身体上的一切的感觉都被放大了 你知道吧 就像我今天吃东西 不小心卡嗓子里面了咳嗽了两声 我就开始在想 我不会吧 就是以我们往常的生活经验来讲 我们肯定是希望不要得病对吧 但我现在就感觉我周围所有的朋友们 包括我在内都有一种 东西都准备好了 就当你过来了的一种感觉 正在看视频的你 如果你已经得了新冠呢 祝你早日康复 如果你没得的话 记得保护好自己 虽然朋友们 我认为这个东西 大概率我们应该是 要认认来一次了 所以做好准备 朋友们我都想好了 如果我得了新冠 我要趁这段嗅觉消失的时间 我要狂吃那些我吃不了的东西 什么辣的呀 什么螺蛳粉啊 什么这些那个 就是因为以前想都不想吃的东西 我现在一定要往我嘴里塞 这是我这辈子 唯一一次可以吃他们的机会了 我要把握住 哈哈哈哈 啊 感觉你们要发弹幕了 查询轰尘滚滚的精神状态 朋友们我的精神状态真挺好的 就除了不好的地方以外都挺好的 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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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好吧 接下来是这个视频的正片 Peace out Guys 家人们本期是vlog 耶 我已经想不起来有多久没有录vlog了 所以我还是挺兴奋的 但是本期视频应该挺无聊的 因为我将会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如果你们不想看的话 赶紧先留个三连 然后赶紧关掉这个视频 好吧我等你 好了现在留下来的应该是想听我 想抱怨什么的了 好吧家人们 我给你们好好讲讲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我要搬家了 为什么要搬家呢 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到期了 然后我们不太想续租了 所以我们要搬家 不续租的原因有很多啊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区 很少有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会住在这儿 都是一些大爷大妈们 他们有一个什么共同点呢 那就是年龄偏高 这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隔三差五 你就能听到外面有人在吹唆呐 你在晚上倒垃圾的时候 转角就会碰到花圈布满的灵堂 有一说一有点恐怖 所以这应该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背景了 等我搬了新家背景就又要变了 我是不是从搬过来之后 还没有好好给你们介绍过 我这个背景里面都有啥啊 这些都是历年的一些珍藏啊 你看这里买了当年买的一些黑胶 现在因为没地儿放就侧着放的了 还有买的更多的唱片啊 书啊什么的 跟你们简单的说一下我的策略吧 就是我准备分两步骤把加班完 今天班一批 明天再班一批 你要问我为什么分两批班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还有工作没做完 因为今天晚上有一个掐饭视频要上线啊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甲方还没有说这个视频通没通过 没有错朋友们就是你做掐饭视频 你要发给甲方看 他们觉得ok了满意了你才能传 也就是说他们只要意识没答应 他们就有可能随时就要改 如果要改的话我就要随时在电脑旁边待命 改他们想要改的东西 所以说今天我不能把我的电脑什么设备 全部都搬到另外一个家里去 但是我可以把剩下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都搬了 哎呀 我已经累了 朋友们 我还没有开始收拾东西呢 我已经累了 说了两句话就累了 朋友们这应该是我拍Vlog 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公开我的衣柜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很震惊 哎 红层竟然有衣柜 你不应该只有一件衣服吗 因为你从来不换 事实情况是 我有很多衣服 但是我从来不穿 买回来就没穿过 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毛病 我买完一件衣服之后 我就可能一件衣服穿 穿到衣服裂开之后换下一件 然后在此之间买的一切衣服 我都不怎么穿 朋友们这件衣服应该有点年头了 我应该是来上海第一年第二年就有了 到现在还在我的衣柜里面 哎 你们看朋友们 你们看这衣服 这黄色衣服 估计你们都没见过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了 一次都没穿过 我就扔在衣柜里了 然后我还每次走纳闷 哎我挣的钱哪儿去了 你说都去哪儿了 王红城 啊 好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衣服 雕牌都没摘 这应该是18年一学联盟 周期邀请赛的工作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 我会给自己搞了一件 这是4AM一代目阵容的全体签名的队服 我以为这些衣服都丢了呢 在这呢 这是PAI19年在那个蓝动在那个澳门做的一场比赛 就是当时全部中国队队员的签名的衣服 这是啥呀 这个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这个是 世纪这个项目 中国队应该是第一次拿世界冠军的 时候 那个当时全体在德国的选手们一起全队签名的衣服 这是啥呀 这是RNG 这也是应该也是18年RNG全队签名的队服 然后衣服我都以为丢了 原来被我塞这个小包包里了 很久以前去看过的一个话剧的票根 朋友们看时间2017年 哥们晕了 我已经三年没有去韩国了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来自韩国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包装纸 至少在我的包里待了三年 我没有拿出去扔过 前两天过外送了我一件他淘宝店里的衣服 长这个样子 我没有说他不好看啊朋友们 就是你刚才你能想象吗 我穿这个衣服 他这个领口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吗 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脖子的人 他还把我今有的脖子全给围上了 这衣服已经被我封印了 朋友们你看工作在召唤 OK今天要运走的量差不多就这些了 你们肯定要问 这边的衣服是你刚才打包的 这些手办根本就没出现在你的屋子里面 你从哪里拿出来的呢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这一箱手办是我上一次搬家的时候就装好的 搬到我家了之后放在我的屋子里面 就从来没有把它拿出来过 所以一年前他什么样子 一年后我把它继续运到了新家 你们肯定要问 这是人干的事吗 没有错这是人干的事 因为我刚刚干了 我现在准备叫辆车 把这些东西都运到新家 感觉我车较大了呀 剩了这么多空间呢 但我确实收拾不出来什么东西了 哥们儿累了 我的脸是真低黑的 所以现在形成这个样子的第一批东西送到了 然后对我要趁明天把所有家机都送来之前 把我工作的地方的地毯给铺了 因为明天家具装好了之后再放地毯有点寒 所以今天先把地毯放了 但是我已经累了 你可能要问 你今天什么事都没干 你怎么就 我的脸怎么是紫的 你肯定要问 你今天什么事都没干 你怎么就累了呢 兄弟们我告诉你 当你达到了一定岁数之后 你每天能干活的时间 就有精力的时间 就这么一点点 所以每天要拿你一点点有精力的时间去做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今天拿来用它搬家了 所以我现在没什么力气 去铺地毯 因为我那个地毯要一块一块铺 还要拿胶粘上 那这时候肯定要问了 明天你不搬不就得了 你后天搬不就行了吗 今天回去休息 明天都过来搬 家人们 明天是我那个房子的最后一天 如果明天再不把东西搬出去 房东要把我的东西都扔出去了 所以你肯定要问了 那你为什么把事情都拖到最后天才搬呢 Good question 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应该能懂我接下来说这句话的意思 那就是很多时候 事情是成批一起来的 它不是一件一件发生的 例如我这几天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被排到了一起 我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 然后后面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这就回到了我刚开始提到的话题 人的经历就这么一点点 我每天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就没有精力再去做别的事了 因为我不想提前把东西搬了 另外一个问题 一不小心又买了一大堆破烂 所以接下来来一个unboxing 这个是电脑桌上面的显示器支架 电热门香叶 这是一个桌面灯架 买了零食 零糖椰汁 爆汁捞饭 实话实话碰 东西没开完 这还有一批东西没拆 但是我已经累了 给你们看看我拆完之后的垃圾堆 先去扔个垃圾吧 看不下去了好吗 不是扔你们啊 我说去扔我家的垃圾啊 跟你 你们三十是安全的 开玩笑了 别当着开玩笑的兄弟们 家人们 这个就是我弄的地毯 它是一块一块来的 然后中间需要拿这样的胶带 把它贴到一起 我们现在从第一个毯 第一块开始 好吧 每二十块给你们更新一下 好 家人们 两排了 弄两排了 家人们 后面三排也搞定了 你好像很遗憾的样子 这个还是可以替你解决的 算 解决一个问题 吃饭饭 家人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晚餐啊 记得双击666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没有正式介绍 恭喜吃饭的这个人 叫做港单老师 其实他叫港果 但我管他就是港单 欢迎你们一管的这个港单 好吧 他是谁呢 他是关系户 给大家先说一下啊 他跟王翰哲是发小 已经从他这得知了非常多的 中国博业的黑历史啊 就是以后他要帮我开了 我就把这些都 这些资料全部都抖出去 哈哈哈哈 他为什么叫大街楼 嗯 绝对不可能是那会儿什么 寄老街池上火 那些为啥 可能他 最绝望的是 刚刚收到的消息加尔本 我那个等待甲方批准的视频 我还要再改一遍 我也就是说 我现在差不多就回家改视频 然后赶紧发出去 哥们人晕了 Oh my god 人们都说一日之鸡再于晨 大家早上是人的一天中 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那是你年轻的时候 好吧 家人们我买了一个这个 据说喷到头发上 可以让你的头发看起来 像是洗过一样 虽然说你没有洗 我完全不知道我能用 所以我就乱用 看起来好点是吧 家人们你们知道 你睡了一觉一笑之后 让你的头发 就全部都起飞了之后 怎么把它压下去了 哎呦 我们坐下来谈 那你们可能发现了 这个视频的画质变低了 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把我的相机也忘在了新家 忘拿回来了 所以我只能用我的备用的相机来拍 没有错朋友们 我就是这么活着的 成天就是丢三拉四 没谁了 我昨天已经收拾了三大箱衣服 为什么我今天还有衣服没收拾完 哇塞 继续跟大家讲讲 我买回来从来没用过的东西 防晒霜 时尚达人跟我说 防晒霜必须还挺重要的 平时出口门要抹 买回来只抹过一次 这个是我看直播买的 这个是什么 据说可以生发的 你看可以促进 头发活力润泽 折病强韧发丝买回来没用过 流污头皮生发业 这也是生发产品 买回来你看看 用过啊 这个是用过的 大概用了一点点 然后就是今天的总头戏了 我把我的架子上的东西都收起来了 我的工作证们 更多的书 更多更多的书 还有书 接下来是CDR 我们CDR 来来来把这个放进去 不规则的唱片放在最上面 WINOS 我的WINOS 不太好放感觉 诶也可以放 也不是不行 洗发洗发 哇塞 差不多东西就收的差不多了 房间真的被清空了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看见 我在这个无字录视频了 家人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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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再见 窗外的风景再见 空调虽然这个空调巨难用 再见 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 没有错 这个视频是今天早上10点开始拍的 为什么到9点半 我甚至还没有把东西从我家里运走呢 就是我以为啊 霍拉拉就像滴滴一样 随叫随到 一个订单发出去之后不到10分钟 哎呦三个大汉再加一个大卡车 到你家楼下把你东西搬走 但是并不是这个样子 搬家的师傅以及搬家的车都是有限的 我要等他们把时间都排完了之后才能轮到我 因为我没有预约 谁能想到这玩意竟然还要预约 这不是废话吗 别把我剪出去啊 哎呦 70万才能大不浊 你给我放尊重你 给他看一看 翁也好 这个后面的老婆已经褪色了 然后他就把他扔在这了 喝男人 接我的这个师傅呢 我运定7点半 接我的师傅我打电话说 我干不到啊 没办法按时到啊 我问奶奶几点 他跟我说8点半 然后我 但没办法人家确实离我点远 你只要是师傅从浦东开过来 我没想到 兄弟们 就吃一线长一智啊 快搬东西 咱们就我就先溜了 我奶奶还在等你全搬完啊 他妈的11点了 我回去我自己那边还没收拾完呢 这个人好凶好凶的 哎你的电脑电视机都在车里了 你嫌弃干嘛 还要单独呢 这边一起拿走 对啊一起拿走 他们的空间很大 其实根本不需要我过来我发现 好像是这样子的 把你骗过来了 哈哈哈 其实翁也好 早在几天前就把东西都搬完了 为什么他今天过来了呢 又给他打电话说 哎也好我电脑放你车上 你帮我拉走行不行 结果 哈哈哈 结果刚才师傅就直接把我电脑全搬走了 很自然 来 家人们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终于搬完了 给你们看看 搬完之后 我的家变成了什么糟糕的样子 胡家伙 胡家伙 呀 What the fuck is this Oh my god 我再重申一下 现在是凌晨两点 我的床还没有铺 我要在这么多箱子里面找到 我的枕头在哪 更可怕的是 我的手机已经没电停关机了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 我把我的手机充电器放在了哪里 家人们我一点都不生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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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都不生气 我好开心啊 哈哈哈哈 哈哈 一点都不累 我一点都不累 如果这个视频给你们留下了一种 就是我这个人特别懒 什么都不愿做的印象 请你们 那这个视频证明他还是有点作用的 我就是这样的人 哈哈哈 我人生最讨厌的事情 Top3里面至少有一个 一定是留给铺床的 我知道有很多非常懂生活的大师说 你这样铺床的方式是不对的 I know I fucking know Stop telling me Stop judging me 为什么 这个床单 我一个脚好不容易把它放得很好 我再弄另外一个脚垫 这个脚就蹦出来 我去把这个脚弄出去 然后另外一个脚就蹦出来 然后就在这儿 通常的打地鼠 你知道吗 也好说他不想要这个床垫了 因为他搬新家的床 是个单人床 这是一个超大的床垫 所以他用不了了 所以我说 哎 这个床垫我睡醒醒 结果 我去了 这床垫也太大了 家人们 我躺了 找到了被 找到了枕头 找到了充电器 I'm going to sleep Bye See you next time Hey hi Hello 家人们 现在已经两个礼拜之后了 现在这个是我的办公区 你可以看到我孙生的小架子 都已经架了非常的完美了 对不对 我来给你们看看 镜头另一边长怎么样 给你看这边是非常帅气的办公室背景 对吧 再往地上一看 这就是垃圾堆 这箱子 到现在也没拆 这里面都是衣服 一地狼藉 再给你们看看 我的卧室 到现在漆黑一片 哈哈 哇塞 真帅 你看看我的床 也没有收拾 我的珍贵的电脑硬盘 就放到了飘窗上面 也没管 再给你们看看厕所 家人们 再给你们看看厕所 哦 你们最喜欢的厕所 这东西根本就没收朋友们 我没有整理价 所以这些东西只能放在表面上面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了啊 除了我身上这一块 看起来还可以以外 剩下的地方简直就是打枚 所以说一时半会儿这个room tour 应该是做不了了 如果各位家人们真的想看一次room tour的话 欢迎大力的一键三连 好吧 点赞过5000 好吧 我就马上把我的屋子收拾好 做一句room tour 各位多整点一键三连给我点动力 好吧 做视频厚了累的 好了 搬家vlog差不多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家人们能看到现在 如果你不是家人们的话 欢迎点个关注成为家人们 好吧 双击666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哇塞见了 太远了 啊 哦 有人出来了 上一次我不是跟雷蛇的朋友们说 就是我想把我的鼠标键盘换成无限的了吗 就是能不能再给我寄点什么 雷蛇的朋友们听见了 然后他们给我寄了个鼠标垫 唉 这很难评 但是听说这个鼠标垫一千块 这个一千块的鼠标垫 朋友们 我这辈子就没准备了 没有用过这么贵的东西 我们拆开看一眼好不好 是玻璃的 我还真就从来没有用过玻璃的鼠标垫 啥面的我都体验过了 然后它背面是这样的一个胶皮的材质 是那种防滑垫的材质 做工看起来像是贴上去的 虽然说这个东西是雾面的朋友们 但它真的很滑 这个鼠标垫我目前来看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 比较容易坏 就假如说像我一样 那个电脑桌上面乱放东西了 这个东西会有各种的划痕 不会有划痕 你用好的假天就不会有划痕 来到了不得了的地方 哇哦 日本双雄 奥特曼和假面骑士 我跟你们说个很恐怖的圣经 就是这俩我一个都没看过 我连火影我只看过一两集 海贼王我也一个都没看过 火影忍者我可能只看过早期的前三十集吧 看的最多的动漫叫做柯南 然后除了柯南以外 我就没怎么看过了 现在 哇哦 这是来到了不得了的地方 哇哦 这是 这是官方做的还是啥呀 149块好便宜啊 149块这么厚本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干嘛的 哎他们这个专辑怎么都搞得像是那种杂志一样的 好厉害啊 哇哦终于碰见狗认识的了呢 Taylor老师 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地儿 就是这里 贵贵 今天陪朋友来的哈 我是真的陪朋友来的 这个人当年还是冲到了冲到了哪儿去看他们 冲到了鸣鼓屋去看人家的演唱会 爱追星的金鱼老师 哇398块 比韩国人贵 这个是他们的历史嘛 99年 就是他们的演唱会 哎 为什么这个2020年后面就没有活动了呢 松本润 殷锦祥 大野志 二公河野 这个人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阿拉西有生之年再见 不是你们来看这个的就是朋友们都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看的呀 因为就是觉得以后都可能没有机会再看到他们的一个朋友 哎呀人活着总有机会再见的朋友们 喂日老板不在办公室张哥搞这些竟是花的 哇哦 这个也好开心 开个SDR 这个是朋友寄给我的没买哈 这个是朋友寄的 最近听说这个鼠标贼接着火 我朋友寄给我的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他这个后面写了一个Pro Max 哎呀看看 我找朋友借这个鼠标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要做个视频 但我说句实在话哈 能够到手里能感受到一分钱一分货的吗 我只碰见过有的人花了更多的钱 获得了更烂的产品 我从来没有碰见过有的人花了更少的钱 获得了更好的产品 实话是说嘛对吧 而且朋友们VGN这个名字啊 我就说怎么这么耳熟 他在做这个鼠标跟外设之前啊 他是做MCN的呀 江湖上面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从努巴尼守望先锋到抽风的飞机工作室 我可听了太多关于这家公司的好多传闻了 怎么说呢这很难评歌 夯如歌山对吧 咱也不太懂 就祝你们成功吧 但是 我觉得这个 笑死了 我感觉每天拍视频都能见到一些新的东西 朋友们今天叫了一个美团的刨腿小哥 来帮我带练一下元神 小哥你带练今天日常刷完了吗 刷完了 我那个十年抽抽完了吗 你有你有有有有有有钱吗 就十年抽 怎么害人生攻击啊 这个美团小哥太不友好了 我要投诉你 投诉去吧 投诉去吧 哇我真爱特美团 平安美团 哈哈哈 家人们这个是几天以后了 我用了这个鼠标用了几天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用这个鼠标的感受 第一点呢就是这个鼠标特别的容易断练 如果不接那个单独的接收器的话 它基本上是收不到型号的 但是同样的场景下 我用的这个狗屁我好像就没有事 第二点啊就是这个东西的做工啊朋友们 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到 就是我手根本就没有使力气 这个里面这个塑料就动了 你们懂我意思吗 我前几天打游戏的时候稍微有点 稍微我有一点红温 我就可能会使力气握鼠标 马上它就 它就进去了一点点 只能说这个鼠标非常的符合 我对这家公司能做出来东西的一个幻想啊 但我说句实在话 这个鼠标200多块钱 反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品质 如果你预算有限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 但我说句实在话 我非常坚定的狗屁王党 我准备等第三代了是吧 今天的办公室正是嘈杂 我们来一起探究一下为什么 哈哈哈 什么玩意 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脸色 哈哈哈哈 这个脸色很严肃 关键的吧 很严肃 我觉得小孩玩这个都很快 哇还有新歌 哎 你得虚费了小朋友 要虚费吗 要交钱了 来来给你去 我想我们拍救命场的时候把这个带去吧 这就是在干嘛 哎 有没有一种可能 拍一个真正的射牛挑战 干嘛 我把这个车推着走到哪里电一叉就要 叫他坐着呢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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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上我能坐下去吗 干嘛 啊 我们在调一下 啊可以 把脚放 我屁股都塞进去 你来个垫子 你能坐进去 我能坐进去 你太肥了 这不是老子 你坐一个 我肯定能坐呀 你坐 我坐过了我们都行啊 我们屁股都很骄傲 坐 你铁坐不进去 买人的我倒是会管街 这个头子 哎哎你也坐不进去 你也坐不进去 你也坐不进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啥呢 星期六晚 我们去散步吧 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本诗集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带壳的母粒是大人的心脏 然后还买了一本这个漫画啊 就是这个漫画是那种猎奇的 脑洞大开的那种漫画 我还蛮喜欢 叫奇剧场 然后还买了一本书叫做对白 这本书跟这个故事是一个系列的书 我记得这个故事 我可能17年就给你们推荐过这本书 我每次看这本书的时候都是 哎受益良多 然后我在2023年的今天我才知道 他们是一系列的 他其实还有一本是讲另外一个东西 叫什么故事对白画面还是什么的 三本书 然后另外一本还在录下 那为什么买这么多书呢 是因为我最近觉得自己这个灵感有所匮乏 无论是写歌还是拍视频 所以准备多看点书啊 书中自有言无欲 我们下班了 直接进行一个狂选 今天来到了一个居然是 大座吃饭的地方 这家店叫做毕福曼 跟毕福建没有关系 知道这家店的原因呢 是因为去年 去年有一位日本友人来中国 得了那个新冠状被隔离了 然后他的行动轨迹全是日料店 然后我们就挑他去的日料店吃 每家店都很好吃 然后这家毕福曼 是我们认为最好吃的地方 给你们康康菜单 这个他们家的招牌牛肉 得好吃 珠峰牛排388 就是价格有点上海 给你们康康这附近的环境 这是我今天的饭答子杨总 给你鼓掌鼓掌啪啪啪啪啪 大病厨医院我们吃点牛 庆祝一下 这不是那个网红吗 就是那个YouTube上那个网红吗 这个这个胖子 国事无双 有一种梦回小当家的感觉 这个是杨总点的牛肝刺身 蘸一下这个牛 这辈子是西学会 我爱吃各种吃人的带血 好吃 真的有人爱吃牛肝刺什么朋友们 这个我尝过 就是味道难以描述 比三文鱼还好吃 比三文鱼还好吃 我的天哪 这个是我们点的100克的牛肉 这个雪花牛肉一克 一克两块钱 给你们看看 哇哦 又软又嫩巨像朋友们 然后这里是放了蒜片和黄油 蒜香黄油 这个蘸一下 这个蘸一下 巨好吃 再蘸别的 再蘸一蘸 我不蘸了 我就是原质主义者 我就蘸他自在的 这个肉本身没有任何调味 但是巨像无比 好吃ですね 朋友们 这个是我在这家店上面的菜单上的最爱 汉堡肉 什么是汉堡肉呢 就是汉堡上的肉 然后他把面包给你去掉了 里面还有芝士 有起司 朋友们这个贼香 而且是番茄味的 我平时来这呢 会点汉堡肉加意面 但今天没有点 原因后面告诉你们 这个是葱爆牛蛇 巨香 哦 你们闻不到味道真是亏大了 朋友们 就是葱爆了之后 那个油很香的味道 跟肉的味道拼到了一起 就是这个东西的味道 哇 绝了朋友们 朋友们你们猜这顿饭花了多少钱 哈哈 我没骗你们吧 这家店的价格太上海了 上海倒不能再上海 哈哈哈哈 还记得刚才我说 为什么我们没有点面了吗 是因为我们来到了这家 这家面店里面全是人 很好奇 所以主食都没吃过来尝尝 朋友们我们拍完队 然后这个是我点的面就是 我的 什么厚的 什么豚鼓鸡 鸡豚鼓面 还是大家的招牌 就这面看起来 油脂非常的重ine 朋友们 据说这家店是大浪戏的面 又说这家电视二朗戏的面 二朗戏的面 出了名就是这个 汤口油脂味特别香 我先尝尝这个汤怎么样 能尝到那个肥肉的鲜味 汤子都飘着那个 对它这个汤子上面都飘着油脂 我来尝尝这个面 我说你啥 你知道这个面让我想起的谁吗 伊兰我觉得就是这个味 我觉得伊兰跟这个面差不多味道 好朋友们 然后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叉烧 这叉烧很香耶 这叉烧软的一皮 而且明天炖烂了 这一箱 哇哦 朋友们我要做一件特别日本人的事了 我很好奇 就是每次看孤独的美食家 他们吃完了拉面之后 就会把饭泡进去继续吃 日本特色 饺子配面 饺子配饭 拉面吃完了里面再泡饭再继续吃 我真的很好奇什么味道 伯伯尝尝 这汤巨显物比泡饭贼香 今天特斯拉直播间请到了LKS老师做客 怎么说 拉老师你对特斯拉有什么了解吗 我很了解啊 了解哪部分 所有部分 我们这个五星安全白车身 请你深入的讲解一下 这个五星安全白车身啊 就自念意思 首先它是五星的 首先它是安全的 对的 然后白车身 白色的 那如果我要买辆黑的怎么办 老板不在家 一个人在他的办公室 偷吃麦当劳 偷吃麦当劳 家人们 新的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老板要出差 我们都不用跟着去 然后我之前答应你们今天这期做读评论吧 所以今天的主题其实是读评论 我看看你们都问啥了好吗 我看看你的评论情况 读到我这条剧情 一口飞机老师 哈哈哈哈 这么刷的 你是不故意把这摆在这儿给我看的 哈哈哈哈 有感到 伯伯 朋友们你们知道真正的卖门的信徒 该做什么吧 那就是星期四 十百当劳 你的知识啥真不熟 我的朋友们 玉米杯 麦乐筋 French fries 雙筋 胡迪 麦当劳 不当劳汉堡 不当劳鼠 跳跳跳跳跳 朋友们我看上期视频的弹幕 因为我放了一个很久以前的视频素材帽 很多人发问号 我感觉你们们好像不太懂我这个 节目的概念 朋友们 随机记忆读取器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随机 读取的记忆 记忆 记忆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东西 它就像是你忘在了房间角落的录像带一样 你们自己去想想昨天你每一秒钟都做了什么 你们没有人会全部都记起来的 相反的你会发现你的记忆都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一个片段 这儿一个那儿一个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的 你把你的这些记忆片段整理归类片到一起 这就是你的人生朋友们 这也是我做这个视频系列的核心逻辑 你在这里会看到我昨天拍的东西 也有可能看到我十年前拍的东西 没有道理 没有任何逻辑 通通分享给你 就像苏打绿写的歌词那样 是片刻组成的永恒 啊 余丁密新专辑要卖的话我们去预购 去预购 离太远没洗头万圣节 嘿嘿 我今天应该洗头的 这里好像是可以化妆的 是吗 哇这可以太真实了 艺人馆 这玩真实的 人好多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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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为什么会有人 上一桌吃饭的人 会把自己的照片 哈哈哈 证件照扔在自己的桌子上面 好多 大写的真实 哇 三万九是吧 四万 四万块 三百多块 好像还不错 好像还不错 垂一个 来一个 这个 稍微再一点 再一点这样 对 直白的吃了一个 一点味没有 不是一点味没有 还是有点味 但是不断的努力 三个见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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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星期的vlog 还会坚持拍多久呀 啊 朋友们 周更可能 比较难 但是我会尽量 每个礼拜都更个什么东西出来 但是我会向大家保证就是 每个月 只好会有一期视频 是vlog 想问问 剪视频的时候 如果发现素材不太够 但又没有时间重新拍 怎么处理 啊 我一般就会根据拍好的素材 重新去编 因为任何一个视频的 终点是向观众去表达你想说的一个东西 那 表达一件事情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的 可能因为 无论什么原因 你拍的时候 素材少了 不代表你在后期剪的时候 就一定要按照你拍手的思路去剪 你可以 根据现有的素材 重新去想 如何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2020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以及2023年的一些规划 去年印象最深的事情 应该是 生病 扁道体发炎 导致的发烧 然后去看病的时候 因为 莫名其妙低血糖 朋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晕过去了 然后 被医生送进了 起诊室堂了一晚上 然后就是23年的规划 我现在每个礼拜都能跟一期视频出来 我觉得这个节奏很好 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习惯保持下去 想要做更多一些有意思的内容 例如说之前我想说的就是如何 跟up主工作 然后以及什么交换跳槽 快速跳 随机跳槽 对吧 去别的公司体验一天员工的生活 然后工作方面的话呢 我希望未来的一年 比起什么雄心壮志 我要拍一个多大的项目 我希望我能够把一些小的事情做好 再然后呢 未来的一年可能希望做更多跟音乐观的事情 然后也希望能够出国玩一玩 对吧好久没有旅游了 老板不在家我们就在办公室干这个 你讲解一下你在干嘛 我看一下你抽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 然后再来一条侧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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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脸上 你好像很喜欢 第二侧第二侧 哈哈哈哈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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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2 2 3 3 5 5 6 5 5 6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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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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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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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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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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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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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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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跟编曲全是看网上教堂学会的 我在哪里认识这么多有意思的朋友的 我也喜欢这样的风格的音乐 但是周围找不到同好 朋友朋友们 我从来没有刻意的去找过朋友 反正你人生在世活着活着 你就会有一些人很熟络 自学乐器三分钟热度怎么办 该人其他任何兴趣都一样 就是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例如说我学吉他 是因为我希望将来能够通过他写歌 所以我会非常针对性的去学 例如说我没有去学纸弹 我没有去学很多基础的东西 我直接把扫弦学会了 然后跟摁和弦学会了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写歌了 所以你这样有目的性朋友们 想问问B站长视频越来越不紧急的 现在如何规划以后的职业道路 我不是一个很擅长规划事情的人 我一般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但是我一直坚信一个道理 那就是见人是听天命 就是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早晚有一天你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的 觉得办公室的氛围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Vlog就是很好地 跟大家展现了我们平时上班的时候 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是所见即所得的一个情况 这个样子的 俺写了一首歌 然后中间需要一段口哨 给咱freestyle一下呗 我们要不然先听一下吧 你给我听一下 这是杨总唱的 然后 他弹的吗还是吉他弹的 实录的对吧 你弹的 实录的 他弹的 他这个中间有几个不同弹法 我不会 然后这里会进一个 一个八 一个八盘 然后呢 是不对 得进两个八盘 然后想加一点口哨 啊 然后当那个这里是副歌嘛 然后接下来进桥 所以就是二边副歌 桥 然后最后搭的二边副歌 所以这个中间加一个 不同的一个 听一下 对 对 然后我就把这个 他的Vocal mute掉了 然后 就是 对 他这个防喷召的 还黏着什么 鼻屎啊 跟我学着唱 怎么会有人 麦克风上面沾鼻屎 王汉哲啊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结束朋友们 录完了 有很多朋友问我 歌什么时候发 祈祷快乐 希望我这个拖延症 能够不拖延 争取 就是过年的时候 能跟大家见面 但是大家不要太期待 目前我手上有的歌 我觉得能发出来的歌 基本都是demo级别的 距离我心中 比较好的样子 差了非常远 而且我自从得了新冠以后 我这个嗓子 跟破罗一样 我本来之前 就唱的已经很一般了 我得了新冠之后 我这个嗓子 更加不受我自己控制了 别别期待太多旷 真的我要 现在必须得 降低你们的期待值 这样的话 就是 嗯 大家好 我买了个滑板 这样的话 我上班可以更快点 再也不迟到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